我們今天繼續接的章 就是上一個章節 第五章我們在講台灣管理法 今天要講456789 應該看大概兩三個小時 大概兩小時 我們繼續看的 接我們上一個章節 這一個章因為 台灣管理法 他主要放得要緊的所在 他主要是 因為 一二三是你說他的概況 他這個台灣管理來概 他整個的概況 還有他裡面說的主導前 第一三位人的主導 美國總統和他的什麼 軍事政府是台灣的 在你當中以外 他在決定我們台灣以後 所謂相關的這個 美國法論 一下的台灣法論 是由美國總統和國會來勝 大概一二三章裡面 大概就講到這兩個重點 所以我跟你說 以後你決定我們台灣的名運 到這個實際上在運作的是 我們說的是美國總統和他的軍事黨 台灣的軍事黨 還有一個就是他的國會 國會 所以你會記得 我們未來台灣政府的架構 我們主要最上面有三個老闆 相關的是美國總統和他的國會 因為總統和國會是兩位 因為總統所謂的過高的行為 你包括他的軍事行動 你包括在戰爭法下的一些就是 就是他的決定 我跟你說 都是由美國總統和國會來做 做他們這個 美國這個國家相關的權威的決定 決定 所以實際上 你如果 照這個相關的法律來看 跟台灣管理法律 來裡面說的 你 你包括台灣管理法律 你包括台灣管理法律 跟未來台灣的相關主要的法律 是美國總統和他的國會 美國總統跟他的國會 所以 我們按這一般 美國政府的這個架構來看的時候 美國總統和他的國會 是相關的法律 是我們最高的權威 我們未來台灣政府裡面 最高的權威 是美國總統和國會 當然他總統的這個國會 為準 因為這是台灣管理他的規定 台灣關係法的規定 那個最高的power權威 是在美國總統手上 那些 他帶到什麼 誰在第六條到第十條 第六條跟第十條 第六條在講 台灣機構 這個台灣機構 是什麼 是 美國總統和AIT的代理 代理的 代理的就是 蔡英文這個政權 他就是美國總統和 軍事政府AIT的代理的 代理的就是 蔡英文這個政權 他就是美國總統和 中華民國台灣總統的 我只是美國軍事政府的代理 他講得非常清楚 我跟他聽到 跟台灣國人裡面說的都一樣 一模一樣 阿扁的字數 跟那個什麼 跟那個 台灣關係法 第十條裡面講的狀況 是一模一樣 所以 代表 阿扁 總統 他跟我們說的是什麼 他是 這個 中華民國台灣的總統 我只是 美國軍事政府的代理 他講得很清楚 但是我們所有人都把他當作小的 其實他說的是真的 因為這是台灣管理的十條的規定 我們在 第七章的時候 我們再來講這個 我們在台灣關係法 七的時候 我們再來講 就是大概明天吧 我可能明天 我盡量我講得很快 我看明天的講領 他就去講到這個 這個台灣 機構是美國總統 軍事政府跟 這個 AI機的代理 他就講得很 非常的明白 我就知道 他這樣說 跟台灣國人裡面說的是少量 這是 我們第一個要講 在決定我們台灣醫藥的名文 只要台灣管理的話 是美國總統 跟國會 這是最高的權益 還有他下面有一個 台灣的美國軍事當局 我們昨天也有講過 在台灣有一個美國軍事當局 那就是台灣的地理當局 你知道嗎 因為台灣地理當局的權力 他是從美國總統跟國會那邊來的 所以 所以未來在執行我們台灣治理當局 這個最高 實際上每天的日常業務的是台灣的美國軍事當局 就是美國軍事政府 就是我們那個 身份證上面 你來看我們台灣政府的身份證 上面 你來看我們 正前面是台灣政府 後面有一個 這個USNG TGG 那個USNG 那就是台灣的地理當局 正當台灣的地理當局 就是美國軍事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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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把他收回來 這個台灣地理當局 看你用台灣國人 把他收回來 他就用台灣國人 他自己規定說 我美國軍事政府 就是台灣的地理當局 所以我說一件事 現在台灣最高的權威 實際上你把你管理的是 美國軍事當局 那是什麼 對 什麼台灣關係法第三條 台灣關係法第三條 這裡說有一個 台灣 United States Minitary Authority 就是台灣的美國軍事當局 所以你要非常非常的清楚 現在台灣實際上在管理業務 最高的單位是誰 美國軍事政府 就是這個 我們講的 我們身份證 有沒有 這個USNG 所以 同理可證 這個台灣政府是誰下去設立的 按照台灣管理法 來看看是不是 美國總統跟他的軍事政府 按照台灣管理法 怎麼下去實力 那個在台灣關係法第六條 我等一下就會講 這個台灣政府是誰設立的 是美國總統跟軍事政府 就是這個 軍事政府 接著美國總統的民營的時候 他就跟台灣政府 這個台灣政府就是我們說的這個AIT 因為AIT 裡面有 他有藏一個單位叫做台灣的美國軍事當局 他都可以說 AIT就是美國軍事當局 我跟你講白一點 他其實就是 所以這個AIT這個美國軍事當局 他未來 未來他就會轉型成為台灣政府 台灣政府 所以這個台灣政府 按照台灣管理法 來看看是由美國總統 他下民營 他叫什麼人 台灣政府的美國軍事當局 所以 所以 所以這個台灣政府 他的掌控權在誰的手上 美國總統 美國總統跟軍事政府的手上 美國總統跟軍事政府的手上 美國總統跟美國總統 美國總統跟美國總統 因為這代表 佔領款 因為他是擁有台灣最高的權威 他叫做台灣統治當局 所以你要記 我們的老闆是誰 美國總統跟軍事政府 你知道嗎 因為那是台灣管理法裡面的規定 就是我們說的這個USMG 我跟你說 那個USMG是什麼東西 很簡單的就是美國總統 因為你知道 美國三 他整個三軍的領導是誰 就是美國總統 現在是川普總統 川普總統就是美國軍事政府 因為他隨時有那個權利 按照台灣關係法 在台灣指定台灣的治理當局 就跟那個時候 一般民營地奧運 美國總統跟マーカーサ 叫政界就來折領台灣 那是一樣的意思 那就是什麼 台灣的治理當局 那叫概念 那是很通的 所以 台灣的治理當局是什麼人 美國總統跟他的軍事政府 這是很要緊的 因為美國總統就是軍事政府 我們每天現在報索 你看的是 一個媒體打幾個都看到川普總統 那就是美國軍事政府 你給你看看 每天我們電視給他打開 都有看到川普總統 那就是美國軍事政府 知道嗎? 知道嗎? 我講白一點 因為這是台灣管理法 來臨的規定 總統有那個權利在我們台灣 設立 那個什麼 那個 台灣統治當局 就是美國軍事當局 有那個管理 所以我告訴你 你按這個邏輯架構來看 台灣在1945年9月2號 大日本帝國天王 向主要佔領選國 美國總統導航的時候 我們在那天就接受 這個什麼 美國軍事當局 法律上的證明 所以 他只要用一般命令第一號 美國總統才派 他只要來證明我們台灣 所以 毛澤東說 這是美國帝國主義的走狂 這樣都對 一百分 跟台灣國人裡面 說的這個 架構也是一樣 所以 你就要整個都量起來 台灣的地理統統 到底是什麼 誰擁有台灣最高的power權位 美國總統 那 美國總統 就是台灣的軍事當局 我們每天 你看川普總統 這也是 AIT挑過的 他 要讓台灣人習慣 有 美國總統 你看看我們的電視 如果打開 幾乎每個小時都在談川普 川普總統 川普總統 你把電視打開 每天都在說川普總統 那你說什麼 你知道嗎 說什麼 說美國軍事政府 因為美國軍事政府 按我們的台灣官員 來看的時候 他就是美國總統 所以 美國軍事政府 其實就是美國總統 但是他會派他的代表來台灣 他會派他的代表 他會給他指定說 這個是我派在台灣的 我的這個美國軍事政府的代表 他有一個代表 他有一個代表會 那我按照國會的意思 國會的意思 就是說 我們未來 未來有一個國防委員會 台灣有一個國防委員會 我給你看看那個國防委員會主席 其實就是美國總統他派過來的代表 那就是我們台灣的什麼 美國軍事統項 那就是我們台灣的實質上 我們未來台灣民政府直接面對的老闆 直接的老闆 但是我們的這個 美國軍事政府代表是我們台灣的直接的老闆 但是他背後還有一個大老闆 什麼人 美國總統 所以我們說的 這個台灣治理當局 他非常像我們說的總經理 台灣的總經理 什麼人在經理台灣的 那就是我們未來這個國防委員會 國防委員會 台灣的未來 我看有一個國防委員會 這在國會 在2018年的時候 他就在說這件事 台灣要設國防委員會 台灣的國防委員會 你應該看到那個草案 那就是未來我們台灣的美國軍事政府 那真正的老闆 就是我們台灣的總經理 總經理 那點蔡英文也要聽他 我們台灣民政也要聽他 他跟我們這兩邊的人都收起來 叫做台灣政府 那你整個架構那你就明白了 所以蔡英文那個政管 跟我們台灣民政務 其實我們有同一個老闆 還是我們無共産 你知道嗎 我們不同線 但是我們有同一個老闆 都是AIT 都是美國總統跟軍 軍事政府的人 還是我們無共産 你知道意思嗎 但是最後你都要聽 美國總統跟軍事政府的指揮 那按照我看到國會 現在有的話案 那什麼最像台灣的美國軍事政府 就是這個國防委員會 因為這個國防委員會 他裡面有規定 你總統要委任主席 然後國會也可以派代表進來 到這個國防委員會 我要做監督 我要監督台灣關係法 跟美國軍事政府 對台灣日常業務的經營 包括相關的財務審計 國會有那個管理來做這件事 所以你看看 國防委員會就是我們的軍事政府 那個是最像的 那如果說有法律上新的變更的話 新的法律委員會 我現在看到那個國防委員會的草案 那那個2020年的國防授權法案 他說我們今年就要設 台灣的國防委員會 還有外交委員會 我給他看 可能現在回到你選 那就是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的美國軍事政府 就是我們說的這個 這個台灣的美國軍事當局 主要這個美國軍事當局 這個美國軍事當局 什麼人幾排美國總統 你包括國會 因為國會在台灣管理上 他有監督的權力 所以他美國總統跟國會 乾脆就組一個台灣的國安委員會 國防委員會 做我們台灣的軍事政府這樣也行 那就是我們的台灣的治理當局 我現在也在等 那我們台灣民政府要當台灣官員 我按照法例來看 按照台灣官員來看 我們要去AIT AIT會給我們聘書 他要給我們聘書 因為你現在是學員 你記得 你現在在台灣民政府 林子安這扁 受訓你是學員 你不是官員 你還不是的 那個證書上面都跟你講 你是學員 有沒有 他就說你受訓合格 那就是學員 你還要去學 你學什麼 包括台灣官員的話 這些名字你也要知道 所以我要告訴你 台灣關係法 你如果不瞭解 你根本沒有辦法當台灣官員 我跟你說實在 你會在美國現在可能會打錢 最好你像我一樣明白 我做給你看 你什麼意思 我分析給你看 那你看所有的東西 是不是跟法律講的都一模一樣 還有你看到的現象 是不是有符合 好 這是我們第一部分講的 誰對台灣有主導權 美國總統 國會 還有在管理我們日常夜務的 台灣的美國軍事黨籍 這是決定我們台灣 名字最重要的 這個什麼 美國政府的三個單位 這三個是最重要的 美國總統 國會 跟台灣的軍事黨籍 台灣的軍事黨籍 這個非常重要 這是我們的老闆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他們 他們寫的法律 他們下的命令 那就是我們的命令 跟我們的法律 所以 他們會收相關的法律 我問你台灣民政府 你要不要守 你當然更要守 今天在戰爭當中 你沒有討價還價的遺地 我告訴你 你什麼都不用說 你先給台灣國來看清楚這來說 先把它唸清楚 像我一樣明白 我現在做給你看 因為我想說你都老了 你都 你都 你都六十幾歲 那英文也不要 你絕對沒有我這個 普遍 我這個效應更好 因為我通過普遍 我們以前受那個訓練 都是讀原文的 所以我的 reading 沒有問題 如果所有英文裡面只有 大概讀可以 其他都很爛 其他都說的是因為 比較沒用 因為我們沒有機會 跟人在那裡 所以 聽跟說就很爛 那我講實在話 但是我的讀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你如果要博士頒畢業 我告訴你 現在的博士頒畢業 我告訴你 你最少要一篇論文 是登在國際期間上面 然後用英文發表 然後還有 你有一場演說要用全英文 所以我也有英文演說 15分鐘 但是我說的是 因為我感到很爛 所以我背起來 我把它背起來 整場英文要講的 所有詞位 我全部都背起來 然後我就 上台就看 PowerPoint 就直接用英文講 但是那些是都背起來的 你知道嗎 15分鐘你要背多久 15分鐘我背一禮拜 你知道嗎 因為我怕說 起床之後 英文的 你知道嗎 你零時間想不起來 所以我就把那些詞位 都背起來 然後上台就報告15分鐘 當然這是用業績的 可是這個也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說的是 我們真的對英文不適 因為聽跟講 真的是不熟 那就是說 門混過關的 你知道的意思嗎 所以 我的reading 絕對沒有問題 我在讀相關的英文的paper 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我跟你說 我唐的paper 都比這個更難的 我都有一些 我沒有說 都有一些專業 很多你也看不懂 那些一個英文的旗簧 騙在你那裡 你給它顯開 我告訴你 總共百分之二十個 你可能沒辦法 整個都專業的名字 但是那些一般用的常用字 那個都沒有問題 所以我在reading 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我在解讀它的文法 是還可以 當然 我 我 絕對沒有像 英國人跟 美國人 這麼懂英文 你知道嗎 但是我看得有 但是我看得懂 所以我要解給你們看 我 我現在改給你看 因為我也說一個是 尊烈英文 但是你如果不懂相關的法理 你也沒辦法詮釋 你就只看 他說這樣 到底會有什麼問題 你不知道 你會有法理嗎 所以我要說 也不是 每個 每個 如果英文的英文都很好 他就能夠解讀台灣關係 未必 什麼原因 他沒有 台灣相關的法理 的北京 你看台灣也看不到 他沒辦法解釋 他只有辦法跟你解釋 照英文是這個意思 但是 為什麼這個意思 他不知道 你就要像我這種 說的 我們也好問 我也好問 我剛才對英文相反 我對台灣的法理 我算清楚 我算很清楚 你們來賓可能 應該也沒有幾個 會比我清楚 所以 我可以解讀 台灣關係法裡面 要講的東西 畢竟我在台灣現在 我住10年 我都沒有陣亡過 欸 我在這裡10年 我都沒有陣亡 就是證明我的實力 你知道多少人 因為台灣人 受訓了要 陣亡了了 現在我說 我們受訓的學員 有總共1萬2千人 現在 存多少人老的 你知道嗎 1千人 我們這10年裡面 分連1萬2千人 最多分 結果現在有老了 差不多1千人而已 我們這10年 現在 我都 老到我們這 差不多要10年了 我跟你說 我們台灣現在 全部20年 真的 我是很早就進來 我很早就進來 我 我沒有陣亡 我在裡面都看人 怎麼陣亡 我跟你說 我 我覺得對現在政亡的人 我 我覺得得出來一個結論 他們都沒有去 研究台灣 國 國際地位 相關的法律 他都不研究 都聽那些人 你黑白亂說 人 放一部 塞油 再吃下去 公 你應該帶我去看法律 你看川 我有疑問 你看相關的法律 相關的法律 我趕快去黑白的法律 我趕快去考驗 我趕快去 了解這個狀況 他整個概況 那才是最標準 最正確的方法 先去讀他的法律 把他整個框架都了解 然後再慢慢去了解他的細節 像我們今天講的台灣關係法 這個是很細的東西 很油 這是我們講的台灣關係法 第一部分的重點 誰是台灣的老闆 誰對台灣有決定權 美國總統 國會 還有日常在管理你的台灣的美國軍事當局 這三個最要緊 那我們再講第二部分的問題就是 這裡面就是我們現在講的456 456是最要緊的 台灣關係法第456 它也是一個核心重點 主要在第四條到第六條 第四條你說 你現在台灣適用的法律在做 因為你要記得 你現在沒有台灣國 你沒有台灣國 你現在台灣 像美國總統 你把你占領到討論 所以 因為 因為 你把你討論 所以 他把你認識一個在美國法律 一刻 我把你保護 台灣地区的法律 就是 我們現在台灣的法律 實際上是 美國的法律去認識 美國法律下去設的 我等一下就會講到這一東西 你記得喔 我們現在台灣 台灣不關你什麼法律 都是 美國的法律 都是 美國的法律 這是 台灣關係法 裡面在講到的一個重點 你台灣適用的法律 是我 我每 美國法律下去製造的 你知道嗎 就是 你現在台灣 不管你現在台灣法律 叫做中華民國 還是台灣基本法 還是 什麼 什麼 台灣的什麼 法律 都是我 美國法律 全部都是我 美國法律下去 授權 來做 所以我說一件事 你 帶你來看一個問題 現在這個 中華民國的法律 什麼人做的 按照台灣管理 裡面說的 他是屬於美國的法律 屬於美國的法律 一樣 所以我跟他說 你中華民國的法律 你很討厭 但是我跟他說 你也不可以頂撞 你也不可以撞 因為他那是 我跟他說 他那是美國法律 叫蔡英文 這個 代理機構 我跟他說 美國法律 是讓 中華民國的法律 使用在 台灣堂頭上 所以我說這個 這個 中華民國的法律 實際上也是 背後是 美國法律 你把你押扣 你知道嗎 中華民國的法律 是美國的法律 他不是 中華民國的法律 所以 你一定給老先生 先別說過 這個 中華民國 不是中華民國的 中華民國 我以前也聽到 他說 我們這個 這個中華民國 不是 中華民國 我們這個 中華民國 實際上是 台灣管理法 之下 台灣機構 因為 他是 台灣機構 這個 AIC很夭壽 他說 你現在 台灣機構 用我 美國法律 台灣管理法 台灣管理法 你還原本 你以前 中華民國 法律 你還拿來用 你知道嗎 所以 他叫做 我們說的 台灣機構 瓜號 偽中華民國 所以 我們這個 中華民國 不是中華民國的 中華民國 就是 我跟你說 我們這個 中華民國的法律 美國法律 在做 就是 我跟你說 它的成分 又有改 你知道 成分被改掉了 它不是 蔣介石那個 中華民國 它是 美國法律的 中華民國 它是 美國法律 制下的 中華民國 我希望你這點 我告訴你 你看台灣管理法 你要看得很嚴重 哇 你把你玩到 我說 台灣管理法 把你台灣人 玩到你都玩到 他玩很大 他也騙得很大 我說實際 他把你玩到 玩到 玩到這麼玩的 台灣人 你都不知道 這個中華民國法律 三小 你都不知道 我跟你說 他是美國法律 我告訴你 這個有一個好處 記得 他是美國法律 中華民國法律 是美國法律 這樣很簡單 美國總統 國會跟 君主政府下面 說 你 台灣 把中華民國法律 給我拿掉 我跟你說 你中華民國法律 你就給我拿掉 我跟你說 所以這個中華民國 隨時的 你叫美國總統 國會跟君主政府 消滅掉 我絕對沒有跟你說 因為 你會怕 台灣所有的一切 都是美國的國內法 隨時 會把我們這個 偽裝 打掉 這個中華民國 這個腳打打 但是我跟你說 你這個中華民國 美國法律 這個腳打打 你要找什麼人 找美國總統 國會 他只要用 設定性的法律 把你台灣所有的 中華民國法律都拔掉 所以 我告訴你 中華民國 隨時會被美國總統 跟國會 把他消滅掉 他的法律 消滅掉 中華民國就沒有了 他在台灣 就結束了 所以 所以我們這個中華民國 隨時會沒有了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你這個 台灣管理法 你好好 我看我 有在唱很多歌詞 在裡面 你如果真的不好 你叫生死 我跟你說 你認真你怎麼死 你都不知道 你就是不讀錯 假的 你 你要給台灣管理法 看清楚 我裡面唱很多歌詞 都唱在裡面 你如果對台灣相關的法律 你如果沒有了解 你解讀台灣 你真的讀不 沒有啦 這 這 真的沒有跟你想 我真的看台灣管理法 我最少沒有看一百件 我第一件看的時候 多少 你知道嗎 看都沒有啦 我第一件看差不多七年前 二零一三年 那個時候 畢書 你就說到台灣管理法 我就 我就稍微看過 看了 我看沒有啦 我在裡面 下的 我看都沒有啦 不知道你說什麼 但是我看我們的新聞情 後面有一個台灣關係 奇怪 你看看這個新聞情 他 後 他後面 大概 台灣政府身份證 他 後面第四條有講台灣關係 那我就吃百英文 我就 因為他竟然下台灣管理法 我就很忙 去AIT的網站看台灣關係 看沒有啦 看差不多三千 沒有啦 說我們這下什麼名字 看不是很懂 看不是很懂 那 因為 過來煩燈你 2014年 的時候 我們要做台灣基本法 畢書長就跟我說 你去把台灣 台灣 這個什麼 這個台灣基本法 你想辦法給我 創一分出來 我就打他 我說現在 為什麼 我把所有的法律 都照來看 後面 所有的法律 舊金山條約 台灣 台灣關係法 美中三個公報 一個中國政策 美國憲法 日本憲法 香港基本法 德國憲法 這個 跟 法國的憲論 我稍微去看 我這裡相關的法律 整個都照就對了 還有什麼 大日本帝國的憲法 那個 那個 想武文書 一般命令 反正有的 反正我看到有的法律 我都照就對了 我都因為要寫基本法 因為 台灣基本法是 畢書長 有一套我去寫 當然 那是一個草案 草案而已 啊 當然 因為你如果要寫 你就要了解相關的法律 我那些法律都照 那個時候 你看台灣管理法 也無無無 差不多六聲 因為 我現在 法律都看過了 後來我稍微有一些概念 但是你說我有清楚 我 我無通 但是我稍微稍微 知道 他大概 他的價格在公善 所以 我是在2014年後 他因為 求別人有病 所以 我才去了解 這些相關的法律 不然我不會吃百元 我那時候 特補書班 賣不贏 我還要資格扣 我還要 還要 準備那些相關 有的報告 還是論文 反正 每禮拜的時間 超用了 我們真的沒有那個時間 過去 沒辦法 因為要寫 所以這個法律 還要來看 所以 我才對這個法律 有相關的了解 是在2014年後 因為 要殺台灣基本法 的草案 我才想辦法 去把這個法律都照過 我那個時候 對台灣管理派 我就一定的了解 了解 超過六十 那廉案 算說這幾年了 我比廉案 我整個 都犯下 因為我很亂 因為那些 我撈到廉案 哇 啊 我們現在這個頭 頭到尾是 不用去吃起來 所以我寫十二本論 把我所知道的東西 全部頭尾都接起來 頭尾都吃起來 料理了 啊 還自己再說 其實這個名字 我普通都知道 差不多八十 你知道嗎 你寫 你知道 自己會說 那是兩件事 你用寫 寫得出來 跟你說 那兩件事 我真的不會跟你騙 你從 普通做得出來 你又不一定會說 你整個 你整個 你不在整個 你會倒不起來 你看 你看 我 你講法律都在說 以前的法律 這個名字是怎麼來的 頭尾給你照 我告訴你 最好 最好 你去給我 十二本論 拿來看 頭尾去看一件 讓你那個系統 邏輯跟架構 你法律的架構就有了 我現在你說 你就 我現在說的 這個名字 是從哪一邊出來的 真的有那個東西 好 這就是我們台灣關係 我們在說 好 我們現在第四章 我們開始 這是我們說的第二部分 他說的台灣適用的法律 然後還有 誰來執行這個法律 AIT 因為它是台灣的地理統項 因為AIT 就是美國軍事政府 就是美國軍事黨 因為 我們現在這個AIT 是美國政府的代表 美國政府的民間代表 民間的代表 我等一下會再講到這一些東西 那為什麼美國政府要這麼做 我等一下在 第六條那邊 台灣 這個美國再來時間那邊 有我這裡來講 好 這是第二部分 然後還有第三部分 我們台灣關係第三部分 最重要的就是 第十條 他說蔡英文這個政權 他叫做台灣機構 那什麼叫台灣機構 很簡單 美國總統跟AIT 這個台灣的軍事 當局的代理人 代理人 他是一個代理的架構 這樣而已 你聽不懂 我們蔡英文這個政權 是美國總統企業的架 他跟阿扁總統說的一樣 我做中華民國台灣總統的時候 我只是美國國主政府的一個什麼 代理人而已 你去聽阿扁自己有自訴 在我們林志生幫阿扁去 向美國軍政府 求情的文書裡面就有講 我講得很清楚 但是 那個時候 所有台灣人都說阿扁 叫做關於一個欺笑的 其實不是 阿扁說的是真的 講真的 你如果跟阿扁比較好 你都去問阿扁 你再問一件 你在做中華民國總統的時候 你是不是都會聽美國軍事統統的 你給我問 你老爸阿扁 阿扁如果跟你說是有的 一定跟你說是 我都會聽美國軍事統統 因為 你會記 我們 現在 我做過中華民國總統 實際上只有四個人 第一是阿扁 阿扁八也知道 我們第一的就是 丹水扁 他也知道 第三的是 媽阿扁就是 你要問這個人都嚎笑 這個人說出來都八十歲 你要去問媽阿扁 這個人的說出來都八十歲 我們第四個就是蔡英文 蔡英文也知道 所以實際上 我們這三個台灣人 去做中華民國總統的時候 這三個人知道什麼 李廷緯 他現在 他今年九十九歲了 你如果有機會 你跟他問看看 看他要跟你說 因為他的包含很多 所以他也不一定會說 他不一定能夠當面 很多人跟你講 屍體下可能會跟你講 然後第二就是陳水扁 你跟他問 單水病這個人比較老實 比較土地 所以 單水病這個人 他有可能跟你說 因為我跟他說 我們台灣現在 做過這個 這個中華民國總統 我覺得最好的 最老實的人 是陳水病 村的都很豪小 村的都一個比一個比較豪小 這真的一個中華民國 是一個 詐騙集團的價格 都在騙我們台灣人 我們第三個就是蔡英文 蔡英文 因為現在 在職 他未必能夠跟你講 但是你如果對 他比較好的 你輸體 你跟他問也沒關係 你是不是都要聽 美國軍事政府的 你跟他問 我他要跟你說 最有可能跟你說 是有的是 單水病 因為他 這個人比較土地 比較不豪小 我們說的 現在要進入台灣關係法 第四條 法律的適用和國際協定 第四條 A 缺乏外交關係或承認 將不影響美國法律 對台灣的適用 美國法律將對台灣適用 就像1979年1月1日之前 美國法律對台灣適用的情景一樣 我跟你說 這句話裡就說了一個重點 你在1945年9月2日 日本天皇 台日本地國天皇 向美國總統導航的時 你台灣就接受 我美國的證領和托冠 跟驚訝都沒有改變 所以我告訴你 一般命令 一般命令 第一號是叫做 集會集會集會來折冠 我們台灣 對不對 那什麼人的意志 你知道嗎 按我們這個台灣官的法律 看法 他就說 就像1979年1月1日之前 美國法律對台灣適用 他說 我們在1979年正前 我們在使用美國法律 美國法律包括什麼 戰爭法 你知道嗎 就是那個時候 一般命令地號 那就是美國的法律 那也算美國的法律 包括 舊金山條約 第23條 這個 美國總統是台灣的主要 這麼看 還有一個什麼 第四條的B 像他說的 美國軍事當局 對台灣有處分權 哇 他就說到重點了 我告訴你 這台都是美國的法論 相關的國際法 只要美國政府有簽的 我告訴你 都屬於美國的法論 所以他要遵守美國的法論 你包括 舊金山條約 美國政府他要不要遵守 要 那個就是美國法律 然後還有 降武文書 降武文書就是 我們的日本天皇 向美國總統他們導航 那個降武文書 是不是美國法律 也是美國法律 那就是美國的法論 你包括這個 一般命令第一號 是什麼人下的命令 美國總統跟盟軍的統帥 邁克阿瑟一起下的命令 那個是不是美國法律 那個也是美國法律 所以 我告訴你 我們現在台灣 所有一切上面 所有營業法律 都美國法律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今天 美國總統 你將你獎領 到突然 台灣 所以你台灣在戰後 1945年 9月2號 以後就適用美國法律 直到今天都沒有改變 他就跟你說這句話 就像1979年 1月1日之前 台灣就適用美國法律 美國法律 對台灣適用的情形一樣 他就跟你說 1979年1月1日之前 你就是台灣 就適用美國法律 當然 1979年1月1日 是不是還適用美國法律 當然也是 然後多了一條什麼法律 台灣關係法 你怕喔 台灣關係法是 美國的國內法 他也是美國法律 這是美國總統的國會領 所以人不敢 這是美國的法律 麻煩你遵守 沒有談判的余地 怕你戰爭當中 你看美國總統 跟國會 通過你台灣的法律 他有問過你台灣民政務嗎 他有需要問你嗎 他有需要跟你問嗎 你很偉大喔 你都很偉大喔 我覺得你台灣民眾 有些人真的 偷偷拍一拍 你都認為你自己很大的 你會覺得 你怕是戰敗者 你控制 麻煩人的法律 你要看清楚 你要守 這樣就好了 很簡單的 不要偉大喔 你若不合 麻煩你什麼都賣做 你知道嗎 你若真的不合 你也猜猜猜 你猜猜猜猜 你猜猜猜猜 不合你偉大 教他們所知 他們什麼都不知道 什麼都不懂 你對那些傻的人 什麼都不知道 你知道你有什麼前途 你我們四個 你沒有讀台灣官的法 你台灣官的法 你看到之後 你就知道 哇夭壽 事情大條 台灣都用美國法律 你害了 台灣現在都用美國法律 在那上面 所有一切法律 都屬於美國法律的授權 美國法律跟你想 你看到 你會用制定 中華民國法律 用的在台灣 我看過這個 我就知道 哇 是呀 和我以前 都不一樣 跟我以前想的都不一樣 以前 中華民國 是一個流氓政府 今天我的看法 不是這樣 它沒那麼單純 當然 你說流氓政權 是對的 但是你只對一半而已 你也不是全對 因為這個流氓政權是 美國總統太高 因為這個美國法律 你把它保護 所以我說 你這個中華民國 你不可以抗 你不可以 武裝暴動的模式 跟中華民國推翻 你如果推翻的時候 我告訴你 你的 我要說 叫蔡英文跟 美軍跟你抵死 你一定只有一個方法 因為這是 美國法律下去 台灣 這個中華民國法律 是美國法律下去 所以你要用抗美案 林志生先生的抗美案 把你中華民國法律 百條 為什麼 因為這個 中華民國法律 讓我們台灣人 沒有國籍 你知道的意思嗎 然後還有什麼 沒有國際承認的政府 因為 美國總統 現在這樣不夠 他說 你現在台灣人 你沒有人權 你沒有國籍 你沒有政府 這就是你的人權 所以 我 美國總統 因為林志生先生 抗美案給我告 所以我一定要信任台灣人 一個 你台灣的政府 還會給你台灣人的國籍 還會給你一條錢 把你毀掉 你真的意思嗎 你不能用武裝 暴動的模式 或是用什麼 去弄 不用 用抗美案 把它處理掉就好了 所以我說 林志生先生 的抗美案 我告訴你 這是對我們台灣人 最要緊的 一個法文 你的抗美案 你要好好看 林志生先生 的抗美案 你要好好看 他裡面 那些名字 都很要緊 你知道嗎 林志生先生 對我們台灣 最大的貢獻 是什麼 不是新台灣論 是他的兩次抗美案 那是美國法論 現在 在最高法院那裡 對 Petition Deny 各自代審 什麼意思 人家準備要來處理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抗美案很要緊 抗美案是不是 美國法律 是啊 林志生先生 那是抗美案 抗美案 是不是美國法律 是不是美國法律 美國政府跟 這個中華民國 台灣 他們都承認 我們現在 北京你台灣人的法律 做 一定 做成你台灣人的 孫海 那你孫海 你就抗到一個問題 第二 你要回到我的國籍 對不對 第二 我們台灣人 合法的政府 第三 因為我們說 你配了七十年 你也 一點點意思 把你回掉吧 又抗到背上的問題 沒有 我們不是說背上 補償 補償 補償你 我們這七十年 對於台灣人有那麼 太過分了 你既然有來幫我 我就 一點點意思 補償 補償 你知道嗎 把你抗美案 整個都毀掉 讓你台灣人 一個合法的政府 國際社會 成真的台灣政府 又恢復 恢復你的國籍 你就是 日本成名 就是我們現在 台灣政府下面 規定的台灣公民 台灣的公民 恢復你台灣人的國籍 這樣對於台灣人很好 這都寫在台灣管 裡面 空都幫你抗好 包括 台灣政府 也幫你抗好 寫在台灣管 第六條 第六條 到第十五條 蔡英文這個 政權 要求 要求 修理條 我告訴你 中華民國 要求修理條 寫在抗十條 美國總統會 修理條 李鳳新 要由美國去改管 既然 你 現在 中華民國 台灣 是美國法律 來選 我告訴你 美國法律 都幫你抗 所以 我們 中華民國 台灣的架構 隨時會被 美國總統 國會 跟軍事政府 把他收掉 因為 他是一個 美國法律 你記 你不要 我們幫你選 你不要把你抗掉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所以我們這個 中華民國 過好台灣最怕什麼人 你知道嗎 最怕台灣管理的法 我 你說的台灣管理就是 他最怕的 這是 這 台灣管理說的是 日本中華民國 超多的 你知道我現在說 他就要死了 現在你把他抗掉了 我一條一條 放棚 要現在把他抗掉 我如果說完 中華民國才會出現 真的沒有意 所以我現在 為什麼都在講這些專題 現在有人不可以告訴我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我們有人在裡面 不可以告訴我 為什麼我告訴你 因為我現在說的 中華民國 叫我抗掉他 我現在就是 抗掉中華民國 我現在說的 這種法律 就是你把他抗掉 我如果說完 他才會死了 京都抗掉他 他就要死了 對不對 這是他的抗膚 所以 中華民國 在我們台灣 我告訴你 他最怕的 我告訴你 台灣管理會 跟我們的抗美案 跟美國總統 國會跟 軍事政府 照抗美案 跟台灣管理會 都處理掉 所以我現在就在 涼筋 你知道嗎 你如果要給 中華民國 帶起來 你就一直說台灣管理 他就帶起來 我不會把你騙 他的抗膚都寫在這裡 麻煩我的演講 你傳給所有人 中華民國 什麼都不怕 他有 美軍在保護 但是我告訴你 他最怕 什麼 你知道嗎 他最怕美國的法律 因為 你台灣的中華民國 是美國法律在生 如果美國法律 說你這不行 你不要把你抗掉 你就是 所以我們 這個台灣的 中華民國 這個詐騙集團 我告訴你 最怕就是美國總統 國會跟軍事政府 叫我們的 林志生先生 的抗美案 跟台灣關係 也夾起來 處理掉 待見 待會兒 所以你說 中華民國真的 真的 無間不摧 那也不是這樣子 我們說 希臘的 神話 一個 一個故事就好了 這個 希臘神話 有一個故事 非常有名 叫做阿基里斯 他是 希臘的第一用處 最用的 希臘神話 最用的 叫做阿基里斯 但是 但是 他雖然無間不摧 很用的 但是 他有一個 唯一的缺點 叫做阿基里斯劍 他就是 小孩的時候 他為什麼這麼 那麼的強壯 他就是小孩的時候 好像叫他爸爸媽媽 他就是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 預言 說 這個小孩 未來變成 希臘的第一用處 要怎麼變成 希臘第一用處 很簡單 你要去找一個 明河 明河 你知道嗎 你去找一條狗 那個狗 叫做明河 那個明河 你把這個阿基里斯 剛才生出來的時候 你把這個阿基里斯 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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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明河 這個狗 之後他就無間不摧 但是 因為 你是不是用手拿著 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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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問你 你哪裡沒去針到 你知道嗎 他的腳筋 因為你手拿著 拿著 拿著 你知道嗎 你整個身體 連頭都針到 但是你一位沒針到 什麼就是你把拿著的地方 你把地條的地方 沒針到 你知道嗎 那位 變成他的 弱點 他 既然就用 無間不摧 就是這個 叫做阿基里斯 就是我們跟這個 中國民國台灣同樣 無間不摧 但是他就像一位 一個六點左右 他的腳筋 他的腳 他在地條的地方 叫做腳筋 叫做什麼 什麼 那裡 那裡 沒有針到 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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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他的 所以 所以 抗美案跟台灣關係 就是 中華民國台灣的阿基里斯之間 那就是他最脆弱的地方 好 這是第一個故事 第二個故事 我們也非常的清楚 叫做什麼 你知道嗎 叫做 那個什麼 我們聖經裡面 舊約 裡面說的 那個 哥利亞巨人 這個巨人 也一樣 他 他 向 耶穌耶穌的軍隊 調整 在四十字 那時候 那 像 以色列軍隊 把他 調整的時候 沒人打的 因為他是巨人 哥利亞 很多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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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羅的軍隊去打都打不起來 很多人幫他調整 都打不起來 就對了 結果你知道嗎 叫 一個人跟他肚子 什麼人你知道嗎 喔 大衛王 年輕的大衛王 David David King 他年輕的時候 他說 我 以前在牧羊的時候 我養我的時候 我都跟 腮肉在那邊 我每天打都贏 啊 我要贏 你知道嗎 我 很厲害 我要投石 我牽那個酒頭 就非常厲害 我牽牽 牽就對了 他有一個投石器 喔 那個 David 所以 David有一個 才能就是 他很厲害 牽酒頭 喔 牽酒頭幾乎是 百花百種 都把他什麼 塞 好把牽死 你知道的意思嗎 哇 那個 那些巨人 高利 就是這樣 所以他很用 你當面向他挑戰 沒人打的 但是我說 他想要怎麼死 你知道嗎 比如David用酒頭 牽在他的眉心 牽在他的 你知道嗎 額頭的正中央 那有他把他牽下去 鬧進東西 他就是了 你知道嗎 所以我說 沒有一個人 沒有一個受造物 是無間不摧的 不可能 那一定有他的空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看看 阿基里斯 他有最弱的地方 他巨人很強 他有最弱的地方 巨人 各立也一樣 所以我問他 中華民國跟 真正無極點 有喔 他的極點 在那裡 你知道嗎 他 在台灣的法律 是有問題 是台灣的什麼法律 有問題 台灣關係法 跟我們 林志生先生的 兩制扣媒案 那就是他的 阿基里斯之見 跟什麼 跟那個什麼 跟那個什麼 跟巨人 戈利亞 他的額頭 你只要九頭翁 他這樣牽下去 他就是了 他沒那麼你努力 他會知道 他的膠袋在那裡 所以我說 如果你說台灣過來 很多人討厭我 我們那裡 在台灣民進會 失敗 很討厭我 因為我現在 黎金和蕭兜 我如果說 他就想要死 沒辦法 也是要死 因為這不是我的意見 控媒案 也不是我去控媒的 是國防部 叫林志生先生去控媒 所以 這個案子 美國自己要來處理 阿 我們台灣民進會 我們的通信 我們說的是 我們都好運 我們都吊到火車 你知道嗎 我們都好運 像我這都好運 阿 我就好運 我要跟你說阿 我就現在 給你看 中華民國 讓美國法律 把它處理掉 美國政府要來處理中華民國 阿 要用和平的方式 阿 什麼 他什麼方式最和平 用法律 把你處理掉 那就是我講的 所以我現在 你講台灣管理法 阿 我會講這個 林志生先生的 兩四的控媒案 我果然都要講這些 這就是 中華民國 他們最怕 林志生先生的 兩四控媒案 阿 也非常討厭台灣管基盤 因為 台灣管理法 說什麼事情 你中華民國 台灣 這個價格是 你不用美國幫你生的 我如果要幫你生 我就叫 林志生先生的 兩四控媒案 裡面管理 他幫你平 他就死了 不用戰爭 也不死啦 我們政府直接 正常化 就地合法 要做台灣政府 要死別的人 那是不是很好 非常好啊 因為 我們要知道 中華民國 一定會結束 那些中國 流氧人民 都很清楚 包括我們台灣人 也知道 這種的政府 都會結束掉 這都放在我們心臺 我們都知道 但是我跟你說 現在是中華民國 要怎麼說 別忘掉 對我們台灣人 受到孫海上升 甚至可以帶來 我們台灣的利益 就是我們希望 這個中華民國 在無期的時候 對我們台灣人 是沒有孫海以外 還有什麼 好 得到很大很大利益 這樣我跟你說 台灣人民都很歡迎 好 你看這個政府 太好了 你知道意思嗎 這是我們台灣人 要求的 像人家說的 一減二股 沒人減四股 你知道意思嗎 這是你說這件事 中華民國 要製造我們台灣人 最大的利益 你知道意思嗎 你要更聰明 你看 不用戰爭 對吧 對吧 這個中華民國的問題 在台灣 向 解決掉 還有我們台灣 又配到一條錢 又經濟很好的 台灣人都說 好啊 你中華民國死了好 結束了好 早就開始了 你知道意思嗎 贏了又不是 我台灣人就打破了 你知道嗎 你 在你處理我們台灣的問題 你就要靠 技術 你知道嗎 你要跟這個 你以後 你做我們台灣的代表 去跟美國說的時候 你就要跟我說一下 說要 創造多益 我們 我們贏的 你知道嗎 我們台灣民主這局 你贏的 我說你贏的 因為這法律都中 我都幫你查料 因為 這也是我的利益 所以 我 這 一定會 照顧我的利益 給大家 因為我的利益 就是你的利益 你知道的意思嗎 我為什麼要讀台灣關係 這我的利益 我的利益 今天都在那裡 你知道嗎 欸 我們台灣民族 如果變國之後 我們洗洗台台 你包括我這台之後 欸 欸 我們的死命都不一樣 你知道嗎 欸 人家說的 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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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那不一樣 那我的利益 哇 這病過來 不得了 啊 我就好運 啊 我如果好運 你們 如果聽得到 都好運 所以 你們 現在你們應該很期待 是把中華民國 這個中華民國 在台灣 叫 美國總統 應該處理掉 啊 你看現在 美軍 都在我們 台灣政府 這樣飄來飄跪去 我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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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 現在真的在數饅頭 啊 這個中華民國 是結束 對什麼人最不利 你知道嗎 對我們台灣人來說 優利 對我們台灣人來說 今天我們台灣人 沒有什麼反對 那些 一些 那些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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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強啊 中共 啊還有誰 我們在台灣 這個 中國人的既得利益子 他們會反對而已 那其他 大概不會 所以 現在 電腦會把美軍 調整的電腦 傳韓國瑜 所以 韓國瑜 應該中國人的態度很清楚 在當年的時候 AIT告訴你 你韓國瑜要怎麼反美 韓國瑜連鳥都不鳥 不要把他照射 我可以 我可以 我可以對你美國走 因為 怎麼 對他們 中國人不利啊 我才不會讓你平衡 牽著走 你知道意思嗎 你知道嗎 這就是 韓國瑜 陪中國人的習慣 他根本就不會理你美軍 因為你對我不理 所以 所以在台灣真正會反美的是 他對中國難民 台灣人不會反美 因為 美軍回來 對台灣人很優利 對那些中國人民 非常不利 因為他以前是記得 利益者沒有犯罪集團 你知道嗎 台灣很多 很多財政 都叫他 那些中國人民 把你衝擊 都把你搬 都把你搬去美國 現在我就把美國 搗 搗說你要查 查國民黨這些東散 這些東散多少錢 以後你查出來 你會怕死 好 我們台灣人怎麼做到 那些事都這麼散 原來都叫國民黨 要把你洗錢 洗洗出來 我跟你說 他照美金 絕對跑不掉 放在美國 一條美金 他最無以下 我不會把你嘲笑 好 大家國民黨那些人 富可敵國 不怪他 你現在台灣 要國際機會 正常化 他都把你搗 他一定把你搗 他一定把你搗 我現在 記得你 沒有的了解 我還要說 超家滅族 國民黨那些人 很解釋 你知道嗎 真的要超級不做 那是台灣做完 在中國也做很慢 還要把美國競爭 這樣 我們有著瞧了 你知道嗎 美國要把我們算什麼 美國會幫我們 找他們國民黨 跟共產黨 一起算帳 要算中小 時間要到了 所以 所以我說 台灣管理法 那些中國人民 很討厭 他們都不希望 你這些台灣人知道 你知道 越舊越好 你知道嗎 你如果不在 你會拖一天 算一天啊 你像我這知道的 我如果知道 我一定跟你們說 你不會放上頭 我怕 大家都不知道 你知道嗎 所以我說給你們聽 所以你看看 他第一條 在 第 第四條的 這個A 好 這條說就重點 你 你齁 現在台灣是我 美國的國來 又使用我美國的法律 哇 太好了 所以我要處理台灣問題 用美國法律來處理就好 我只看這條 哇 這就是我們台灣國際 對於要進行法 什麼 最要緊的一條法律 就 什麼 台灣管理法律 第四條的A 你台灣是用我美國法律 所以林志森先生的兩 兩 兩次控美案 是不是美國法律 有沒有用 有用 台灣關係法律 是不是美國法律 有沒有用 有用 你這兩個法律 正我剛才說 要把它放下去了 以後 中華民國台灣結束 結束 沒有了 就跟 太監一樣 下面就沒有了 就沒有了 中華民國就結束 這結束了以後 對我們台灣很好 再來 你台灣民眾有這些 未來關聯 你們現在想說 要怎麼跟 美國談判 取得 我們台灣最大的利益 這點是 你為了台灣人 你要 你要跟美國 談比較好的條件 談更好的條件 我們想不到 更好的條件 那 美國國會那邊 一定有給我們提示 他 要讓我們 看 台灣是什麼 你知道 跟香港的地位 是一樣的 自由的經貿區 自貿區 就是說 我們台灣 貨物 如果美國都不用稅 那 美國法律 這 美國最大的利益 今天我們都不用稅 我只有這點就很好了 第二個 我們的台幣 未來的台元 我要叫台幣 也好 跟美元 可以自由對話 看 香港的聯 是不是要做香港的聯繫會議 這樣子 就是我們的 台幣跟我們未來的美元 是一比一 要去掛鉤 我要把它搞定 就是我們 台幣跟我們美元 台幣就是美元 台幣就是美元 叫美國的財政部 給我們 保證 公文 現在台灣政府說 發的錢就是 就是跟我們美元一樣 你 你只要把這 兩條說好 我告訴你 我們真的發大財 我告訴你 我們一年 可以賺 可以賺超過 一千億美金 你知道嗎 可以賺一千億美金 只有你這個 自貿區 跟我們這個 台幣跟美元 聯繫 匯率的掛鉤 喔 你就賺四 我只想到這兩條 還沒有更好的 你們想想看 現在美國國會 財政部 我看他們的檔案資料 是有這個意思 那在台灣 門班保證法 裡面 就稍微有點在透露 你一定有 你說這個消息 說要讓你台灣 特殊的地方 你知道嗎 這你還要清楚 你還要騙 這都是美國法律 你還要跟美國說 不然 請你做台灣官員 做官員要幹什麼 你要對我們台灣 有什麼貢獻 你還要做什麼 你知道要用什麼法律 去跟美國拘捕 我感覺這個名字 對我們相方有利 你這個法律在那裡 我希望你引用這條法律 對我們台灣有利 對你 美國也不差 那你不要考慮看看 你真的要做什麼 所以 所以我說 你為了要當 台美之間的 談判代表 你對 台灣關係 相關的美國法律 你要很清楚 你只有這條 你如果拘捕清楚 我會說 你都要跟美國要求很多名字 你台灣的法律 是美國的法律 你同美國的國內 你都要要求很多名字 哇 我只看到這條 真的是報 所以 你們都不在討論 我會說 你真的要 以後你的學會 台灣官員 那 第四條的A 我只說這條 我就撞到報名了 我就撞到 這 台灣官員 很嚴重 我以前不在討論 我都不知道有這個名字 我真的 我也不知道 我真的都不知道有這個名字 可憐 丟那 中華民國 詐騙集團 給我 給我 賺到我的錢半身 好 再來B B 前項鎖定美國法律 適用包括下述情形 但不限於下述情形 我 這說什麼意思 他在說 我前面所定的美國法律 就是我下面所說的 但是可能 不只我現在說的 第一 當美國法律中提起外國 民族國家 聯邦國家 政府 或 與之有關類 類 類 類似之實體時 這些字樣 應包括台灣在內 而且這些法律應對台灣使用 就是很簡單的 你 在美國法律中 這個台灣官的法律 我把你台灣看作是一個外國 一個民族 國家 所以我們有一個台灣民族 我們可以說 我們是台灣民族 都可以成為我們一個國家 還有聯邦國家 就是State 我們前面有講過 還有Government 台灣政府 所以我們台灣政府的法源 就在這裡 有一個Government 所以我們是 我們說的有一個 台灣Government 台灣政府 這就是按照台灣官的 第四條B的第一款裡面說的 政府 台灣政府 或 與之有關類似之實體 有嗎 所以我們台灣政府的法源 就寫在第四條 還有第六條 還有第十五條 他都說到我們台灣政府的架構 這時候我都說到 這些字樣因包括台灣 台灣在內 而且這些法律 應對台灣使用 所以說 你未來台灣政府 叫我美國的國內法 台灣官 看作是一個國家政府 你是一個台灣民族 是一個國家 我美國法律 我自己批評 因為什麼樣的原因你知道嗎 因為你沒有台灣國 因為你沒有台灣國 你沒有台灣國 是什麼看的原因是 天皇那個時候 忽然感就贈敗 來不及跟你做台灣國 根本就來不及啦 不會富 所以我們那時候 我們就不叫天皇 建台灣國 但是天皇有建立 天皇有沒有建日本國 有 然後 有沒有朝鮮國 有 有沒有台灣國 沒有 舊金山條約 第二條A的時候 他把韓國變成一個國家 條線變成一個國家 對吧 但是 第二條B 有把我們台灣變成一個國家 沒有 沒有 要怎樣 你現在台灣不是國家 你變成一個地區 靠腰 你什麼人的 你現在還不清楚 所以 你告訴我 不管 因為你台灣 既然是我 美國的證領和土管庭 我用我 美國的憲論 和法律幫你保護 你台灣 照我台灣官的法 我認識台灣政府的總統之下 你 這個台灣是一個台灣政府 是 一個外國政府 是一個台灣民眾國家 是一個 這個 這個 好像一個 我聯邦下面的一個組 State 是一個國家 或 與之 有關 類 類似的說法 他就說到這個要的 所以你現在台灣 我告訴你 你在台灣官的法治下 你叫 美國看作是一個政府和國家 所以你現在 未來你有一個 台灣政府 就是 根據這一條法律來的 然後第二 依據美國法律授權規定 美國與外國民主國家 聯邦國家 政府 或與之 有關類似之實體 所進行或實施各項方案 交往或其他關係 美國總統或美國政府機構獲准 依據本法第六條之規定 遵照美國法律同樣與台灣進行或實施上述各項方案交易 合同或其他關係 包括通過與台灣商業實體簽訂契約 並為美國提供服務 很簡單 很簡單 以後 美國 美國政府 會把我們台灣看作一個政治實體 就是 台灣政府是一個政治實體 是一個國家 是一個政府 但是你這個政府是美國 我們現在台灣是美國政府所開的分公司 分公司 海外分公司 海外分公司 就對了 你隨於美國政府 美國總統和國會有法務給你開的 所以我們這個台灣政府是誰幫你設立的 美國總統 國會跟軍事政府幫你設立的 台灣政府的管理 美國總統 國會 軍事政府 他沒有代理台灣人 所以我已經跟你講完 你像蔡蔡的那種傲人 他說出禮 我自己要做一個台灣政府 那絕對我們事 你在台灣管理 這條你就應該看得出來 你就應該看得出來 你未來有一個台灣政府 什麼人幫你開的 美國總統 國會跟軍事政府幫你開的 這才是合法的 台灣政府剩的都計 你知道真的就好 剩的都計 你要怎麼開的你們家的事 共產黨也要開台灣政府 蔡英文也要開台灣政府 蔡朝燕也要開台灣政府 幹你敢要對他走 你敢要對他生 你不能太傻 什麼人有管理 你要對那個人 什麼人對我們台灣管理 台灣管理說得很清楚 美國總統 國會 跟台灣的總經理 什麼人 台灣的美國軍事總共 有在管理而已 存在不管理 你要對他們 所以你真的要好好讀台灣管理 台灣管理裡面 說很多名字 我們以前都沒有去注意到的名字 有沒有 這條要緊嗎 然後還有 我現在 美國政府 如果要實施對台灣 相關所有法律 我要透過什麼人 透過第六條 就是說 美國再來協會 因為第六條 裡面講的就是 美國再來協會 美國再來協會 還有這個 美國再來協會 未來會變台灣政府 他說的意思是 我美國總統跟國會 通過對你台灣所有的法案 包括台灣管理法案 未來的實施 要透過這個AIT 就是這個台灣政府 就是這個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 AIT未來就會變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 他就是台灣政府 AIT就是台灣政府 所以未來 我們台灣政府 即設立的時候 我們 台灣政府 就是 我們的台灣政府 就是 取得什麼 美國總統跟國會的授權 我們擁有 統治台灣的權利 那叫做台灣統治當局 你知道的意思嗎 這條很要緊的 他也幫你寫著什麼 寫著台灣管理法的 這個B的第二款 有沒有 有沒有 這條很要緊的 他一定跟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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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總統或美國政府機構 做什麼 獲准依據本法第六條制規定 遵照美國法律 同樣與台灣進行或實施上述各項方案 交易 合同或其他關係 合同或其他關係 這樣你就明白 未來 美國總統跟國會 他會叫AIT變做台灣政府 未來 未來 你這個AIT的台灣政府 就是未來的台灣的地理當局 我所有管理的棒給你做 你知道嗎 這就是我們說的 這個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的台灣政府架構 日俗美戰 要恢復你台灣的國際地位 正常化 所以我跟你說 我們現在台灣的老闆在對AIT AIT就是台灣政府 所以未來 台灣政府是什麼人會做AIT AIT是這條什麼的命令 美國總統 主要是美國總統 因為美國總統 他有對我們台灣的決定權 沒有不對 但是他要遵守相關的法律 要國會來通過 一樣 所以是美國總統和國會 會做的來決定說 這個AIT未來變做台灣政府 所以我跟你說 未來這個AIT就會變台灣政府 他會把蔡英文代理都說 蔡英文你都給我起來 你都給我加入台灣政府 這樣中華民國就收掉了 中華民國就收了 所以中華民國隨時的 這個中華民國台灣的價格 隨時會被美國總統 國會和軍事政府收掉 我說真的他真的要帶起來 時間要到了 3A 美國對台灣缺乏外交關係或承認 並不消除剝奪修改 拒絕或影響 以前或之後台灣依據美國法律 所獲得任何權利及義務 包括因契約債務關係及財產權利 而發生的權利及義務 這你說的很簡單 你讓台灣的 因為你台灣現在不正常 但是不關注 你只要遵守我相關美國的法律 只要你是合法的狀況 在台灣所取得的財產 我美國政府還有我的台灣關係 會幫你保障 會幫你保障 他在說的意思是 你放心 中華民國台灣這個價格如果沒有去 你的財產只要是合法取得的 仍然屬於你人民的 我政府沒有在管理幫你收起來 沒有 所以喔 如果中華民國沒有去 沒有要緊 我美國政府我會幫你保障 他放心 我用我美國這個法律 台灣管理我會幫你保障 你的財產不會沒有去 他在說的意思 他的意義就在這裡 就是說 中華民國沒有去是一回事 但是你的財產也是都發出財的 就是你要合法取得 你不能用唱 你像以前 國民黨去台灣用唱的 不是這樣啊 那整個小小的都他的啊 人家就要查這些一線啊 所以他都去唱一線 和一些台灣的 一些好好的人你知道嗎 叫國民黨阿姨 阿姨說你把你的財產 定義做我的名字 你不就放一趟 以前很多台灣好好的人 叫國民黨手劍耶 笑了他耶 威逼你 你現在要把他拖回來 你知道的意思嗎 這就是不太怕的 那就好像真的是土匪 強盜國家 那個鼓勵都有唱 當然這 非法取得的當然不是合法的 這個美國法律就不保障 美國法律保障是你合法取得 再來B 為了各項法律目的 包括在美國法院的訴訟在內 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之舉 不應影響台灣上面的統治當局 在1978年12月31日之前取得或 特有的有型財產或無型財產的所有權 或其他權利和利益也不影響台灣上面的當局 在該日後所取得的財產 一樣 因為AIT未來會轉型作為台灣政府 然後他會把蔡英文這個台灣機構 整個都會收起來 只要是 未來台灣政府合法取得的財產 仍然屬於台灣政府 他的意思是說 這也是合理 這跟上一條裡面講的是一樣 就是說 你未來我們台灣政府的財 我們台灣政府 跟我們台灣人民 只要合法取得的財產 你都受到美國法律的保護 你的財產跟政府的財產不會這樣 因為這樣 這個中國美國無益 以後你整個資產都沒有去買 美國政府會幫你保護 但是你要記得你要合法取得 這裡面都有講 都從 一定跟你講到這裡而已 他說不影響台灣上面的當局 在該日後所取得的財產 他說的是台灣在你當局 他沒有講中華民國這個什麼 台灣機構這個流亡政權 他沒有保障他的 他只保障什麼 台灣在你當局 他像你說的是在台灣上面的統治當局 他只保障他而已 他沒有說要保障中華民國這個流亡政權 他沒有說 所以你們等著看 是每當是用美國法律去影距遵照台灣現行或救有法律 則台灣人民上面的 台灣上面的人民所適用的法律應被影距遵照 很簡單 雖然說你現在台灣是用我美國法律對不對 你現在台灣是我美國國內使用我美國法律對不對 但是 你如果說台灣有國家系統的法律 你自己都應用你自己的法律 很簡單 像說我們現在台灣什麼都沒有法律 本來是台灣地理統局 他沒有說要用什麼法律 他沒有講 那既然政府改正都把你封掉 對不對 都把你 都把你弄弄掉 對不對 那你那時候因為台灣 地理統局 叫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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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民國流亡政府把你討論 你是不是台灣地理統局 那時候是使用台灣民國法律 對不對 同樣的 你那時候台灣關係完了 以後 你變成台灣機構了 對吧 你變成一個 台灣機構對不對 因為他現在 你現在台灣 你現在台灣 台灣機構 也是台灣啊 那你喔 可以怎樣 你用 引拒 遵照什麼 舊的 就有法律 就是中華民國法律 你現在還把中華民國叫來用 所以喔 你這句話 你說什麼 你說得簡單 我們有一個 台灣機 台灣機構就是 蔡英文這個政權 他在使用 以前那個別忘的 中華民國法律 還把他叫來用 那就是說這句話 台灣現行 台灣現行或 舊有法律 則台灣上面的人 人民 所適用的法律 應該被 引拒尊重 那大人的衰 現在很衰小 他可以適用中華民國的法律 靠腰啊 所以 李政委老先生說的 我們這個中華民國 不是以前的那個中華民國 就是說 中華民國這個 流亡政府 有實際上一定不容易 變成一個流亡政權 他那個 法律 我們這些傻的 我們一些傻的 台灣人都給他 抓來用 你知道嗎 又去抓那些中華民國法律 又抓來用就對了 把他 去吃衣服 拿來一個麻 我們 秘書上 我告訴過 我們台灣人 要有蓋一個衰鬼那邊 中華民國給你蓋 那李公這句話 你聽了有沒有 李公說 這個中華民國是假的 那個叫美國換掉 現在他是台灣機構 那個台灣關係 第 第十條 他有講台灣機構 我 下一章再來講台灣機構 因為 我們 講的可能不好講到那裡 有 無論本法律 任何條款 或是 美國總統給予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承認之舉 或是 台灣上面的人民和美國人民之間沒有外交關係 美國對台灣缺乏承認 以及 此等相關 情勢 均不得被美國政府各部門解釋為 依照1954年原子能法及1978年防止核子擴散法 在行政或司法程序中 決定事實及適用法律史 得以拒絕對台灣核子輸出申請 或是撤銷以核准的輸出許可證 很簡單 很簡單 說你這個中華民國政府 你不被我美國政府承認了 但是我跟你說 我仍然 可以對你 輸出什麼 相關的核子設備 我仍然 對美國都沒有外交關係 這種的狀況 我叫你說 我不會讓你 但是因為 台灣官員裡面這條的規定 所以 我 美國政府承認 對你可以輸出一些核子設備 比如說 你核能發電廠 用的 相關的設備 我承認可以輸出給你 以前我們要做核四的時候 所有的發電機都在美國 我好像是 我好像是會補 或是通用電器 我好像不是會補 就是通用電器 我記得應該是通用電器 那個 那個 核子設備的輸出 都需要美國政府的許可 我仍然可以賣給你 還是要讓美國政府來批准 就是 你台灣雖然跟美國沒有外交的關係 但是我仍然可以出口相關的 核子設備給你台灣 他主要說的是這個 第六 至於移民及國籍法方面 應根據該法2022項B款 規定對待台灣 這個有一個 他 美國的法案有一個 2022B就是普通法 他有這個 public law 他在2022B 因為我 我沒翻過 大概是這樣而已 我不清楚 因為我忘了 我大概三年前四年前我有看過 他有一個群島法案 太平洋的群島法案 太平洋的群島法案 他 裡面說什麼 因為 你記住 美國是一個移民的國家 400年前沒有美國這個國家 今天所有美國人 以前都是在全世界走去 美洲這個地方去建立國家 去移民去 所以 所以我說沒有那種 純種美國人 你如果說有一個純種美國人 你以為美國就笑死 神經病 你不要造成在那些 在德國來 在荷蘭的 在法國 在西班牙 靠用在所有的歐洲國家 你包括一些日本人 台灣人 中國人 一些印度人 印尼人 全部都去美國做一個美國這個國家 你跟我說有一個純種美國人 我美國人來聽一個笑死 你知道嗎 我這樣說你就聽了 你看有純種美國人嗎 笑死 你講到那個我就笑 純種美國人 純種中國人 純種中國人 有在純的嗎 你也去倒閉 那些什麼 都有南閉 有在純的 他的意 他的意 他這個意義就是說 因為我美國這個國家 是一個移民國家 所以他對全世界所有國家都有配合 移民的配合就是說 比如說台灣今年的移民配合 是差不多2000年 你就是有2000的台灣人 你都學我移民來我台灣 沒有 你移民來我美國 還是說你有1萬的 日本人 你今年都移民來我美國 但是你要求求 所以我跟你說 美國一年裡面 以前 平均一年 有100萬人的新移民 學我移民去美國 都在全世界裡面 我們台灣的配合 我記了不到 好像是5千 你國家的 人口數如果越多 美國越友好 你的配合就會越多 所以我們 以前 一些人 台灣這些人 都 我們在台灣 頭上的人 都想辦法 要去抽移民配合 我要做美國人 他好像經過什麼托福的考試 什麼樣的認證 之後 你才能去投稿 你要拜 我聽我們有一個朋友說 拜11年 像 他也去做移民前 我記得好像不知道拜幾年 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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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 7年 我們朋友拜11年 我在拜 到 所以你現在要移民美國 要排隊 我平均我看他現在 叫我們 叫我們國人 差不多15年 我不會跟他騙 他要投稿了 今天他投 看不到投稿 你知道嗎 那叫做移民配合 你知道嗎 他有相關的移民配合 我們台灣這個叫做 太平洋群島法案 我們這個針對台灣移民到美國部分 他有這一部分的規定 再來 7 台灣依據美國法律 在美國法院中起訴或應訴的能力 不應有以欠缺外交關係或承認 而被消除 剝奪修改 拒絕或影響 那我說 這幾個公司你知道嗎 因為你台灣跟美國是沒有外交關係 叫你說你不能來給我告話 但是不好意思 因為台灣官員要來規定 所以你都來給我 所以我們的林智勝先生 為什麼可以抗媒案 就是這條規定的 你知道嗎 你如果台灣有問題 你沒有辦法處理你的問題 慢慢你來抗媒 所以我們為什麼多一個抗媒案 林智勝先生抗媒案就是這條 台灣關係法第四條 B的第七款 說你要來抗媒 你知道嗎 你如果台灣沒有辦法處理 你要來抗媒 我美國政府會幫你處理 因為我們抗媒要屬於人權 你台灣人現在你沒有政府 你沒有國情 你處理政治戀獄中 美國是主要佔領全國 然後美國政府有這個 義務要協助林智勝跟林子安這個援槓 所以他們會幫你處理這個問題 他們主動會協助你 所以我們這個台灣政府 你放心 美國政府會幫你處理 你不用緊張 你不用自己在那裡 沒有用 因為你台灣民政府自己 同心處理的也不合 我跟你說的 像美國總統和軍事政府 和國會營 台灣官員 做的台灣政府這麼嚴重的 存在都地板 所以我說 你如果要做台灣政府 不是你台灣民眾這培人 舊舊的就自己都去做 所以蔡英文那些傭人 你要做台灣政府 你如果沒有美國政府的 配準你做 你真的做他起來 蔡英文跟要聽你的 國際社會史要承認你 你像我親蔡這樣到頭的 你就可以做台灣政府 你如果可以 我跟我說 我這個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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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復金和可以 對不對 你可以嘛 我也可以啊 大家也可以做台灣 沒有這種事情 你要照台灣官員來 規定來 因為這是 人家來人規定好 像美國總統 國會和軍事政府 所作為台灣政府這麼嚴重 現在都非法 所以 你猜猜 那種 11123 你自己跳出 那些人要做台灣政府 賴蛤蟆想吃天鵝肉 不可能就不困 我告訴你 這台灣關係 你應該說得很清楚 八 在美國法律下 對外交關係 維持或承認 無論是民事或暗示 均不對台灣 就說 因為你 台灣是我美國的占領地 所以不會維持 外交關係 不論民事或末事 我美國均不承認 所以 我跟你說一件事 台灣跟美國維持外交關係 也不會 我們以後不會有外交 我們是台灣關係法的架構 我們是美台關係 這樣而已 美國和台灣的管理 什麼管理 脫管和占領 我盡量會說脫管 如果美軍管理 我們盡量會說 你幫我脫管的管理 這樣就好 我們 脫管 放在後面 有必要才拿來 因為 你如果用脫管法 對台灣最多 你美國管 台灣不好管 你有需要才用脫管法 不然你脫管法放在後面 先用脫管法來處理 脫管可以處理 所以 美國跟台灣 不會維持外交關係 因為 你台灣 到美國 就承認 所以你如果要說 承認者 跟承認者 一間的管理 不然就是 脫管者 跟承認者 的管理 你如果說 管理就對了 那不會有外交關係 是為了各種目的 包括美國法院中的訴訟在內 國會同意 美國和 美國在1979年1月1日前 承認作為 向是中華民國的 台灣上面的統治 當局所締結的 一切條約和國際協定 包括多國公約 自1979年12月3日 包括31日 仍然有效者 將繼續維持效率 直至依法終止維持 他就說很簡單 以前 中華民國 你特管理台灣 在你東京 各國所簽的那些條例 如果仍然繼續有用 你繼續會用 那如果說 你依法已經終止了 就是說 如果外人 對你台灣 自己當局 做AIT 做斷交的種種 那個就 依法 就算說都沒有了 如果 又維持了 你繼續跟它做保持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這樣而已 這一條就比較沒有什麼 對我們 對我們 對我們來講 比較沒有什麼重要的 因為 那是對 中華民國比較有利 因為 現在中華民國 有等到15個 他說這個 你那時候 代替台灣第一 第一 你這個中華民國 這個 流氓政府 以前 你代理台灣治理 當局的基準 你所簽的一些條 如果仍然有效 你繼續會維持 如果沒有效 就算了 再來第一 本法律 任何條款 均不得解釋為 美國贊成 把台灣排除 或驅除出 任何國際金融機構 或其他國際組織 所以說 包括我們 蔡英文 他雖然 跟國際社會 沒有外交關係 但是你仍然可以 參加 一些國際機構 像我們有參加WTO 我們參加WTO的名義是什麼 我們叫做 台澎金馬 特別關稅領域 台澎金馬 特別關稅領域 台澎金馬 這是WTO的名稱 你看他也不是中華民國台灣 他主要是 台澎金馬 特別關稅領域 還包括我們參加 參加奧運 我們叫做什麼 中華台北 Chinese是台北 有沒有 這個 中華民國流氓在台北 就是他講的意思 說 你雖然 我們這個台灣官員 你不用跟他解釋 說你現在台灣這個流氓政權 對國外 都不可以有任何關係 可以 但是你要 你要 你要照相關的法律來做 你要跟國際去談判 對國外 我們這個中華民國台灣 蔡英文 這個流氓政權 他就在奧運 談中華台北 他就在奧運 他就好像1982年 或是81年 好像在做談判的時候 他說 他如果出理海外 比賽 我們中華民國 一定不是正常的國家 所以我們現在出來的時候 我們都用中華台北 在WTO好像1992年的時候 我們去WTO是用台澎金 特別關稅領業名 我記得好像 好像 好像是 蔡英文 那時候好像 蔡英文是 李政委派他去做 WTO的談判代表 蔡英文就在那時候 補起來 他就是 李政委的方向 正說他的提法 說 說 你去參加WTO的代表 所以我記得那個 WTO好像是 蔡英文在簽的 好像蔡英文在做研究 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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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用什麼名字 他最後的協議就是台北 台北現在 特別關稅領域 所以我說 蔡英文對台灣的 國際地理也很清楚 因為 他那時候 他就去做相關的研究 那時候 林志生 秘書長 對不對 那時候 我聽說 李政委找10個台灣的 國際法理的專家 他去研究台灣的國際地理 李政委國會要 拖到一輩子 你包括蔡英文 跟林志生 他們就在那時候 李政委提法 說 你去研究台灣相關的國際地理 所以蔡英文對台灣的國際地理也很清楚 尤其台灣關係法 他應該也很清楚 他 其實算很清楚 因為 我們台灣的國際地理 包括WTO 你要去參加 那時候 李政委的基督 他基督的蔡英文跟林志生 我只知道這兩個而已 他說都做10個 他都說 拖到10個 他好像開了一個 叫他們去訓練 說你要知道 台灣相關的國際法理 因為我們台灣的國際地理很特殊 這阿扶伯 說了 所以你包括什麼兩國論 什麼七塊論 什麼 都是在那個時候 發表出來 阿因為就 話說太多了 這變成什麼 1996年的台海危機 幫你打尾堂 你怕你下去 那就是這樣來的 好 再來說 第五條 美國海外私人投資保證公司 第五條 A當本法律生效後三年內 1961年原外法案 231項 第二段第二款 鎖定國民平均所得1000元的限制 將不限於美國海外私人投資 保證公司的活動 其決定可以在台灣 是否對台灣私人投資 計畫提供保險 貸款或保證 這很簡單 因為台灣跟美國沒有外交關係 但是 因為有台灣關係法的關係 所以你美國的金融機構 你仍然可以投資台灣 你仍然可以投資台灣 你仍然受到台灣關係法的保護 第一 除了本條A項另有規定外 美國海外私人投資保證公司 對美國私人在台灣上的 投資計畫提供保險 債保貸款或其他保證 因應對世界其他地區相當的標準 同樣的對於說 你世界最關的 投資最關的法律 你如果適用台灣的 你就要同樣標準適用於台灣 你要不要因為說 台灣不被我美國外交承認 你對他有歧視 你不行 你要照世界的標準 你投資台灣有相同的優惠 還是保障的時候 你仍然會取得相同的優惠跟保障 或是說你台灣這個東西 要出口來美國 因為你沒有外交關係 我也不可以歧視你 你知道意思嗎 你差不多是這個意思 你要買賣各種商品 美國政府不可以歧視你台灣 不要說因為我美國跟台灣沒有外交關係 我歧視你不行 你台灣人把我美國買的東西 我同樣照世界的標準給你們 這樣 不可以大小 你講的這個意思 這就比較沒有那麼重要 第六條我講的很要緊 我說第四條跟第六條 是我今天講的這個章景 最重要的兩個環境 兩個環境 第四條還有第六條 那第二條講到什麼 美國再來學位 這就是台灣政府 未來台灣政府就是由AIT下去主導為轉變 所以我們這AIT未來就變台灣政府 那這個台灣政府裡面就有兩個架構 一個是美國軍事政府 一個就是我們台灣民政 那軍事政府他們那邊採用的法 法律是什麼法律 战領法 軍事战領法 各種都開什麼一ра大 軍事法庭那些決議 要開軍法 都很嚴重 你如果聽軍事政府幫你統帝就割在大陸外面 那是軍事法庭的保護 軍方的部分 然後一部分這一邊 我們台灣民政務這邊用的是脫管法 我們主要用的是脫管法 你說我們的台灣基本法是什麼法律 我按照台灣關係法裡面的規定是一個脫管法 我美國總統國會 我所使用的法律 我要用台灣的基本法這就是脫管 所以台灣基本法屬於美國總統跟國會的什麼脫管法 脫管法 這要跟美國軍事政府那邊做談判 我們的基本法的部分要跟他們談 它屬於美國國內法的脫管法 就是脫管台灣的法律 所以用台灣基本法 台灣基本法的架構就是這樣 這個我們從我們到時候要執政的時候 會跟美軍討論說台灣日本人要怎麼 要怎麼趕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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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比較後患 我們關於法條第六條A 美國總統或美國政府各部門與台灣實施的各項法案交易或其他關係 應在總統指定的方式或範圍內經由透過下屬機構來進行實施 那是什麼機構來實施呢 一 美國債債協會這是一個依據哥倫比亞特區法律 而成立的一個非利法 或 二 總統指 指 總統指 總統指 總統指定成立 繼承上述協會相應的非政府實體 來 所以我做一個解釋 這個有好幾個地方要做解釋 第一個 因為你那件 美國總統和國會 雖然你脫關台灣 和占領台灣對不對 這沒問題 這個第一個我們沒有意義 但是我問你 美國總統和國會有可能直接來關台灣 不可能 他一定要做一個 你知道嗎 代理的架構 這個代理的架構就是AIT 那因為我 以前你用中華民國 我都沒問題 跟你來台灣 中華民國這個 代理政權在台灣都黑白做 我對他也不要信任了 尤其我自己來做 我就派 我派一回 美國人來台灣 那都是 美國政府我派來 派來他就做AIT 就是美國在台協會 因為這個 美國在台協會 都是美國政府的代表 你包括美國總統的代表 在AIT 國務院的代表也在AIT 國會的代表也在AIT 還有國防部的軍事政府的代表也在AIT 還有我記得國土安全局 還有一些移民署的代表也都在AIT 還有CIA 那個CIA就是 所以我說這個AIT 總部在哪裡 一定說得很清楚 來你看看 美國再來協會 這是一個依據哥倫比亞特區法 很簡單 他的總部在哥倫比亞特區 你有沒有看到 哥倫比亞 在華盛頓特區 這就是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 會發出 所以我跟你說 我們這個 美國再來是協會 跟我們未來這個台灣政府 都是屬於什麼 美國聯邦政府的法案 美國聯邦政府的法案 所以我們只屬於 美國政府中央的法案 所以這個屬於美國法律 所以我們這個AIT 我們包括我們的台灣政府的 架架屬於美國法律的哪一種法律 美國聯邦政府的法律 聯邦政府 聯邦政府的法律 所以我們這是一個特別法 我們的 這個台灣關係法 現在台灣政府 未來是一個什麼 特別法 這算特別的行政法 我們這個台灣政府 照台灣官員來看的時候 你看看 他又講了一個重點 總統指定成立 製成上述協會的非政府實體 就是我們這個台灣政府 還有一個美國軍事政府 跟台灣民政 要去做台灣政府 就是說 我們這個台灣政府 要去製成AIT 所以AIT 就會變成台灣政府 你去看一個問題 你去看 我前面說過 我們這個台灣民政 在哪一邊登記 我們台灣政府 在哪一邊登記 這個華盛頓的哥倫比亞 特區設立 那因為 AIT在哥倫比亞特區設立 你台灣政府 也在AIT 在哥倫比亞特區設立 這樣 你這麼做繼承 因為 他有講了 他說總統指 指定成立 繼承上 上述協會相應 就是你要對等 你要對等 法律架構都對等 都在哥倫比亞特區 你裡面做設立才可以 所以我說一件事 我們這個AIT 未來就強迫 算說 退居幕後 然後由誰來繼承 台灣政府 這個哥倫比亞特區 的法律 來跟你做一個繼承 把你台灣政府 控制在AIT 所以AIT 未來就會轉換成為台灣政府 那台灣政府裡面 就有兩批人 一批是美國軍事政府的人 一批就是我們台灣民政府 我們這兩批人倒起來 就是未來的台灣政府 這個法律都在哪裡來 就是台灣官員會來 所以 未來台灣政府的母法 是什麼法律 台灣關係法 所以我跟你說 台灣關係法 不可以廢 台灣關係法 我們台灣基本法也沒有 台灣政府也沒有 說一些稍微 你應該有特色 你如果沒有台灣關係法 不會有你台灣民政府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你台灣 你台灣民政府的母法 什麼法你知道嗎 你按這個法 我如果看是台灣官的法 你講 要把台灣官員封掉 你是要自殺的 你如果把台灣官員封掉 你台灣民政府 你也吃虧了 我跟你說 你吃大便 那你的母法 你說要回台灣官員法 你那麼厲害 所以麻煩你那麼好 要託一些稍微 什麼法律 對我們台灣很要緊 對我們台灣民主很要緊 台灣關係也最要緊 那你的母法 那不然你要他繼承 你要繼承什麼 人家就要讓你繼承 你如果沒有法律 你如果不是王英勤的兒子 或是王英勤的孫子 你敢去 你真的敢去繼承 王英勤的財產 你10歳 你要好好讀書 你如果看到這張證書 台灣民政府的證書 給你放在你面前 你要怎麼做改革 你要繼承什麼人 你連你的老伯和老母 你都不清楚 你要繼承什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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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你如果沒有台灣官員法 你敢找到頭 你要繼承什麼人 你只知道你在哥 在哥倫比亞特區裡面做註冊 你要繼承什麼人 你如果沒有特色 你就不知道 很簡單 他把你寫在台灣官的法 第六條 第六條A的第二項 總統指定成立 繼承上述美國在台協會相應的非政府屬體 我們要去做繼承 你就知道說 我們美國軍政府 台灣民政府 要去繼承AIT 所以 我都一直在說 我們隨時會進AIT裡面 美國軍政府會給我們交代 說我們要做台灣政府 我們去AIT說謊頭 幫你發聘書 說你是台灣的官員 你才是 你才是 因為這有相關的法律 因為我們去是要做繼承 你知道嗎 我們去找AIT就是要做繼承 你知道嗎 我們台灣民政府有這部的學院 如果要去AIT 我跟你說 我們要做台灣政府 所以我在等了 你們的東西都到了 我查了AIT 去放出來 來 來自摸 我到了 扶 你會這樣嗎 你要看這個 你就知道你要去哪裡 你現在台灣民政府有去 林子安叫受訓 你未來要去哪裡 你下一步要去哪裡 你要去找你才知道 你要去找什麼 你去找台灣管理法 所以我說 你這個台灣管理法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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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很討厭 我們知道 很討厭你知道 不好意思 我這人對你都比較好 我都把 帝白喊給你看 阿法律都把你寫在這裡 這都不是我說的 這在1979年 1月1號人就寫好 寫在等你 你都不會討厭 阿你在林子安叫受訓 你未來要去哪裡 我問你 你要去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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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你的台灣管理法 你要去哪裡 做你的台灣政府 麻煩你討厭 你要去哪裡 你才知道 不要只是做一個 無頭身的人 你往哪邊去 你都不知道 所以你說的台灣管理法要求 你如果沒有討厭 你真的不知道你要去哪裡 我告訴你真的 你何去何寵 你都不知道 你最終的命運在哪裡 你通通不知道 阿你如果 拋在亡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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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沒有討厭 要怪誰 所以你要好好討厭 所以這必須 你都要好好討厭 你都要好好討厭 阿你如果不討厭 你就像這樣 一般人跳出來 可憐 看那多久就好了 那叫做未受良好教育 那討厭不好 那不討厭 那新聞前後面 那八條法人你就不看 阿你就震亡 所以我看一些台灣民政委 受完訓最後都震亡 什麼看 你看看 你都自殺的 那大家都自殺的 都不是他殺的 他就不討厭阿 我放在你面前 你就不討厭 阿人跟你說你不討厭 阿發人生在那裡 你說那不討厭 事好 那不要怪誰 怪你不討厭 怪你不討厭 還傭 外縮良好教育 氣氣又爛爛 好賠還傭 說你這些傭環 我會自己罵 你知道嗎 你如果人家又看到這些情形 我會說 我沒辦法給你求 名字都放在你面前 自己回到你面前 你說沒有 人家如果美軍回到你面前 發人平衡的面前 你說你有沒有 我告訴你 一件事 沖繩的時候 人家必須 有說過一個案例 那個時候 好像不知道 佐藤龍座是不是 好像日本的一個首相 那個 沖繩有三分之一 被美軍做基地 你怎麼知道 什麼人簽的 我記得好像是 佐藤龍座去頭簽 簽的 簽的之後 回來不敢說 因為人家會說他 賣不 好像不敢說 回來後 他卸 好像 他卸 卸任後 沖繩 算是要返還給日本國政府的時候 日本國政府的時候 日本國政府就在討論 你 在沖繩的美軍基地 你麻煩你還我日本國 麻煩你去我日本國政府 結果 你知道他就去美國回家 說你要去我 結果你知道 美軍怎麼樣 他把文章拿出來 你看 這是什麼人簽的 頭上好像不知道 我記得 好像是 佐藤龍座簽的 你如果聽 必須你的演講 你就知道 我忘記了 結果 那個文章 那就是說 沖繩的基地 要做美軍 好像做99年 那個文章 他拼出來 哇 我教你 鷦 鷦 鷦成這樣變鷦成這樣 講不出來 我哪有簽這個 我哪不知道 你就是不知道 你為什麼 頭簽的 你知道嗎 因為 那個時候 沖繩要返回 日本國的時候 就是 他有一個條件 就是你 沖繩的基地 要做美軍 好像做99年 那個Cale 這叫人Cale 把你回到面前 你要說有 沒有 你要跟他說沒有 林江 林江 如果 美國軍事務 要做台灣政府 你如果說沒有 他回到你面前 我看你要怎樣 他台灣關係 他會說 對 對 這條 我看你要怎樣 所以我說 你都要 遵守法律 你不要聽 什麼人 說什麼秘書長 講什麼 你都不要聽 聽聽 聽聽 做參考 你趕快看法律 好像 林志生 秘書長 跟你說 說完 你有去看法律嗎 你沒有看 我告訴你 絕對沒有看 他說的 有的名字是對的 有的名字是不對的 你要人民對的 跟不對的 看法律 法律 如果有審的 就是真的 法律如果沒有審的 就是沒有 我看事情很單純 有的沒有法律為準 法律為準 法律說有就有 法律說沒有 那是你空缺來風的 你親在講一講 你知道嗎 所以你要證明一個人說的 真的有價錢 你要去看法律 像我這樣跟你講 有嗎 我說的都法律有沒有 我都沒有體貌的跟你們說 我都體無的跟你們說 我很負責任 我很負責任 我很負責任就是 我跟你說的是法律 我不會拿沒有的跟你講 那你才知道 你未來要去哪裡 何去何從 你對你所做的東西 才有把握 在聖經裡面說的 你做名字 你會做法律的 你沒有法律的事情 你不可以做 我這句話說真理 因為很多名字都嫁 你像蔡承軒說 要歸日 歸你老司 歸日 你有政府嗎 沒有一樣證據 但是我現在要做臺灣政府 美國軍政府 臺灣民眾做這個真的 什麼法律都給你寫在這裡 購買案也真的 你去美國法律看 那都是真的 我對過了 都真的 因為法律 那就是政府 美國人做的事情 一定購法律 那就是政府 你如果不知道你的事情 但是我要照法律來走 我知道的人 我一定要收法律照法律來走 我如果法律這樣做下去的時候 你什麼人撞我都撞不掉 你如果唱過 你會叫美國法律把你搞回來 你如果腳出去 我會說你的腳就搞回來 美國法律是這樣 像探戶做法跟你搞回來 我會說 很無人 如果法律中國民國沒有去就沒有去 把你搞回來 我跟你說 你知道嗎 那個 美國法律好像大 好像 像他軍隊一樣 我怎麼把你抵過去 你會抵到BVB 所以 你看 人所有 美國人都知道他們最怕是什麼 你知道嗎 他們最怕 美國的法律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一件事 以前有一個煙商 你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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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很大煙商 像是 像 我的夫人 好像 美國最大煙草商 你知道 一件 美國法律 發多少錢 你知道嗎 發一百二十元 那個煙海防治法 以前沒有做好 一件 美國法律發的 你發一個怕死嗎 那就是美國法律差的 一件幫你 一百二十元 你知道嗎 美國法律差的 我 還跟你說一個例子 我們以前有一個叫做卡特 就是 他有一些公司很大 大到把所有產業都被壟斷掉 美國法律 一個法律而已 他就 砸掉 我記得 好像是 洛克肥樂 所創的 這個 標準石油 標準石油 以前在1915年做油 他是 壟斷 美國百分之九十的油原 所有油都給我 洛克肥樂 都吃掉的 那個標準石油 之後 美國法律 才說 你這個標準石油 你 你 要把它噴開 之後 你知道嗎 整個 這個 標準石油 公司 整個都多少 以前 美國百分之九十的油 都給我 洛克肥樂 這個 標準石油 整個它壟斷 美國法律 它說 你這樣 違反競爭法 你這個 壟斷美國市場 跟全球的原油市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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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跟我拆分 之後 我 我好像記得了 這個 洛克肥樂 標準石油 就因為美國法律 才過了 我告訴你 整個都多少 開掉 好像開四五金公司 這就是什麼 我們在說的 美國法律才過 我記得那個 標準石油的案例 他好像最後 好像 都把他拆開 我們現在 我們非常有名的 在那 美國集合裡面 有一間公司叫 艾克森 還有一間叫做 美芙的 那就是以前的 標準石油的前身 以前都在那裡拆出來 好像拆五六金公司 好像拆五六金公司 都整個拆你 就對了 說你不能獨佔 你不能 垄斷我 美國的市場 讓他沒有競爭性 他就把這個標準石油 把它拆掉 把它拆掉了 一間叫做 艾克森 一間叫做 美芙 還有一間 來什麼樣的公司 完全 完全我不記得 美國現在的 酒油公司 我告訴你 全部都在以前的 標準石油 就把它拆開 你包括 德州石油 那些全部都是 以前的 標準石油 美國所有 所有的 那個產流市場 那產流 全部都壟斷了 對啦 美國國會說 你不行了 你跟我們 對不對 跟我們 美國的酒都百責 你把你公司拆掉 我記得好像拆了五六斤 我記得 比較有名的就是 艾克森跟美芙 剩的我忘記了 所以你看 美國法律你看 它的力量多大 你 你真的動它不定 他如果法你拆 你就要拆 看你給它解散 你就給它解散 以前 這個標準石油的法 就解散而已 你如果說中華民國 美國法律說 你給它解散 你的台灣機構 給它解散 我要做台灣政府 你就沒有了 我說的是真的 中華民國 台灣隨時會 結束掉 因為你的必定 它是違法的架構 它違反戰爭法 你在林志森 告訴你 美國給它 帶領司 代理實質 你代理 我美國 你做台灣的工作 你都亂做 都為我相關的法律 你把台灣國際 放棄 你把這個政府 都亂做 做到全世界都沒有信任 亂七八糟 跟一個中華民國 台灣省 靠腰全都帶領司 所以 所以如果 美國國會 或是那些公安騙 如果說到台灣問題 大家都回避 都不敢說 什麼說的原因 亂做 亂做 他們根本很違法 中華民國 台灣這家國 是違法 美國國會很高 他們都知道 所以他們都很不想說台灣問題 為什麼 以前 中華民國 跟國民 都沒有一個 整個台灣 如果騙說 台灣都不敢說 一個中華民國台灣 靠腰全都三小 這就是我今天 跟你說的 你知道嗎 要讓他正常 他有一個 台灣管理法 你說 怎麼炒也要處理 你知道嗎 台灣 叫這 蠟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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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要收 你要那種 成本 你成本最小的方法 把台灣都收好 就是 台灣管理法 兩次控制 沒有 他說的 都這麼多處理 好 這樣 對台灣民政 未來何氣何從 你要很清楚 這裡 台灣關係法跟你講的很明白 所以我們 台灣關係法 對你台灣民政 不重要嗎 拜託 這都是你的母法 你台灣政府 要怎麼來 你就是叫台灣管理法來 第六條 那在AIT裡面 辨的 那不是你的 你不要 我跟你說 你都有一個想法 啊 我在台灣 我在台灣民政 裡面 所以台灣民政 是我的 你錯了 台灣民政 不是你的 這是美國的法論 那不是你的 那在哥倫比特區裡面 註冊 那是你的 你在美國註冊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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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什麼 暖七八十歲才有些 菜菜的那些人要挑釁 還有台灣民政 我們的 你老師的 你看看這個 這 台灣政府什麼人的 AIT的 美國總統的 美國軍事政府的 不是你的 寫得很清楚 不要 沒特色好不好 連那個法人 你都不知道 你從那些 都不把他 還減無衛生的人走 你想什麼 希望 可能 所以那些都沒有 沒有 沒有念書 未受良好教育 人家說 說 菜 哪會吃的 你就真的會吃 瘋了 麻煩你 人家的事情 都要看法律 看得最好 你 現在你聽我說 你都成年人 你都知道 你剛才法律都很可怕 你就知道 法律 我說 法律 你如果處理不好 你會請家當場 你最好 你都不怕死 你又死一件 你又散一件 你為我法律 一條大條 你就夠 你就請家當場 你知道嗎 所以法律很可怕 人家去抓到 你抓到 你抓到 你抓到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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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害怕 你會害怕 你會怕 你會怕說 這法律裡 好像有空房子 所以你看 如果你處理這法律的問題 我都比別人還要害怕 你那法律條 就很麻煩 你要處理 法律問題 很簡單 能避則避 能閃則閃 不要去犯罪 這個就是 面對法律最好的方法 存在你也沒有更好的辦法 你認識 你要知道 你會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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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難一會怕 你對我 ах Kat 你不會說 我這樣說 你會怕 你很怕 你一起 很麻煩 你以前 是 平淡 tu 你 你 但 虛操 如果要你陷害,要你陷害,要你陷害,如果要你陷害,要你陷害,你現在這樣陷害,很難處理,你知道嗎? 會陷害的,要陷害,那是一個說的,一個很好的算是夠了,你自己要去注意,你不能說法律人家去陷害,你看我剛才有法律問題,我都很陷害,我注意說,哎呦,這樣會有違反相關的法律? 你知道嗎?因為你說像我這種人,我第一個在做任何事情之前,我已經了解他的法律,什麼不能做? 你知道嗎?因為我第一次了解,什麼不能做?什麼絕對不能做? 你什麼都不能做,了解了解了解,你這幾個人說,可以做什麼? 照這條法律可以做什麼?什麼是可以做的? 你要把不可以做的跟會可以做的,你把分證清楚,你這樣下去做 這樣你就不會說,你做反而最基本的錯誤了 好像說,你就看一個紅燈,你如果都不知道,你就把它錄過 你如果剛才睡覺,警察還站在那裡,你就來來來來 我現在傳紅燈多少,我記得好像車萬一的我 你又發視我,那就不能做,知道嗎?那就是法律 那就是法律,所以你看法律的時候,你要知道什麼 他自己去,你不能做 有哪一些例外狀況,你可以做,但是你要很小心 那個你,每個都要分得很清楚 這就是了解法律,你就知道嗎?這這樣下去去調整 這不會,這不可以,這安全,這可以做 這法律規定說,我可以這樣做,你知道意思嗎? 你通通要去了解,所以法律很重要 好,你何氣何從,那你都很清楚了嗎? 好,再來B B,每當美國政府總統或任何政府部門 根據美國法律授權或要求其簽約 執行,強制執行 或有效執行與台灣相關的協議或交易所 該協議或交易的簽約執行 強制執行,應該通過總統或通過該在台協會 指定的方式範圍內進行 很簡單的,就是美國總統和國會 他們通過相關的法律都會經過AIT 未來台灣政府在進行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我們台灣政府未來要聽什麼人 聽美國總統和國會 平常美國軍事政府的總經理你自己運作 你整個台灣政府的價格你就清楚了 台灣的地理統教是什麼人? 美國軍事政府 那就是台灣的地理統教 他就是台灣政府 他會把你夾一個台灣民政 美國軍事政府會把你夾一個台灣民政 你台灣民政 你可以叫台灣政府 沒有關係 因為你是我美國生 你不要做你這樣 你自己保護 你真的意思嗎? 所以我們美國軍事政府和台灣民政 都可以叫台灣政府 他講得非常明白 那未來我們台灣政府的任務是什麼? 接受美國總統和國會 對我們台灣相關的法律來安排 美國總統和國會叫你做什麼 你就做什麼 你在這個法律裡面做 你不能超過這個法律法律去做 你要做 叫台灣管理法 因為台灣管理法 就是我們都做的法律 所以你要做台灣政府的關聯 麻煩你台灣關係法要很清楚 我如果醫藥我一定跟你要求 我如果去做相關的法務部門 我有跟你說 你一定要了解台灣管理法 你最好現在就開始了解 因為台灣管理法很要緊 只有我的研究之後 我們台灣要贏的百分之七十個法 都在台灣管理法 還有台灣關係法所衍生相關的法律出來 你反正我說幾個月 你給我遵守台灣管理法就對了 台灣管理法對我們台灣醫藥是很要緊的法 而且美國國會已經講了 處理台灣問題 我要用台灣關係法 我沒有要改 所以你都不可以計 台灣管理法沒有要改 美國國會他們講得非常清楚 我沒有要改台灣關係法 你幫我照台灣管理法處理台灣問題就好了 因為台灣管理法一定 把要處理台灣問題都處理好 都已經寫在裡面 他要照台灣管理法處理台灣問題 你很簡單 你如果要做台灣政府和AIT 現在用AIT變成台灣政府的關聯 麻煩你要了解台灣關係法 他會照台灣關係法處理台灣問題 未來我們台灣政府執政的時候 你也一樣要守台灣關係法 叫他們台灣國人來賓的規定來做事情 跟美國總統和國會辦公佈一些相關的法律 你都要了解這些法律去做事情 你不要違反法律 你如果違反法律很麻煩 我們會叫你解 人美國就是叫你解 你如果不要解 人家就替你換掉 還派一個要收法律去替你取代掉 你知道意思嗎 人家一定這樣做 你知道意思嗎 我先跟你說 所以你愛收你不能替起 你替起就替你換掉而已 人家 wenn我替你拚請就替你抄掉 你要記著 所以人家為什麼給你拚書 你 calf隨時可以把你收回來 所以你也不一定說 你台灣的關真的讓你做得掉 我們看著辦 你為什麼做得住 因為你守人家的美國法令 美國法律你有收 你台灣關你就做得掉 你如果沒收美國相關的法律你就做不掉 我會把你發白的 那未來怎麼辦我也不能跟各位保證 但是我要說你收法律就對了 你收法律你會做得比較久 還有做得比較安全 可以安全下樁 你不要說帶阿扁這樣做做的 去摸那些海角漆 他後面都不是他做的 都他下巴掌的人做的 你會乖 對啊你會變成這樣 因為相關的法律你都去量到 再來C 該協會設立或執行業務所依據的哥倫比亞特區各 各州或政治分支單位的法律規章命令 阻撓或妨礙該協會依據本法律組織公司或執行業務所 只等法律規章命令的效率因此 本法律 他在說什麼我說這檔功能的重要的消息 我們這個AIT 未來會組台灣政府 因為我們台灣政府是在美國哥倫比亞特區那一邊 所設立的一個什麼 一個民間單位 他我要說他是一個台灣政府公司 台灣政府公司 我前面就跟各位介紹過 你看我們TCG Foundation 有沒有 豆點INC 這個INC是什麼 是一間公司 叫做incorporation 這個incorporation 剛才我們這條說的 他說阻擋或妨礙該協會依據本法律組織公司 有沒有 the institution is incorporate 就是這個 美國再來社會 如果你 這個 鄉組織公司的時候 你不能把它阻擋 就是說 我們如果要做台灣政府的時候 如果有人把我們阻擋的時候 我要說 你沒有辦法阻擋 為什麼他有台灣官僚這樣保護 你如果說要用一個 一個算是 其他 美國法律要來拐買腳 說不要讓這個台灣政府 不可能 不可能 什麼樣的原因 因為他已經說得非常清楚了 你美國相關的法律 你不可以阻擋或妨礙該協會 依據本台灣關係法 組織公司或執行業務使 持等法律規章命令的效率 因此於本法律 很簡單這跟你說什麼 你如果要做台灣政府 這個AIT未來要組台灣政府 麻煩你遵守台灣關係法 就是我今天說的一個 你才能做合法的台灣政府 你AIT才可以做 合法的台灣政府 你才做得出來 而且你只要守台灣關係法 沒有人可以阻擋你AIT去 阻擋台灣政府 即便美國國會通過相關法律 或其他人要阻擋你 都沒有辦法阻擋你 你只要遵守台灣管理法 你AIT的台灣政府你就做得出來 這句話很要緊 你看看 the institution is incorporated inc 這一個公司架構是一個基金會的架構 那叫做信託法 因為台灣怕叫美國總統幫你討論 所以他幫你開一個信託公司 就是台灣政府 由AIT來開 你只要遵守台灣關係法 這個台灣政府公司沒有人可以阻撓你 如果要用法律拐買的話沒有辦法 我告訴你 這條法律很重要的問題 因為你要做台灣政府的時候 國民黨包括共產黨在美國用錢買 通過相關的法律幫你討論 國民黨那些辣椒子孫子一定用錢在美國跟你討論 法令跟你討論 你不能幫我做台灣政府 他用錢跟你討論 立書跟你討論 買那個有的沒有花幾十百的美金拿你討論 如果要把你阻撓沒有辦法阻撓 你看台灣官的第六條的詩 他就有說了 他說阻撓或妨礙該協會依據本法律組織公司 或執行業務組織等的法律規章命令的效率 因應賜於本法律 因為很簡單 我如果要做台灣政府的時候 我這個AIT我只要遵守台灣關係法 沒有人可以阻撓 有什麼知道 因為帶人家的時間在寫台灣官員就想到 欸 我未來我AIT要做台灣經驗的時候 是不是有人會阻撓我 他也說有可能 因為國民黨那些辣椒子孫子一定用錢在美國買 你知道嗎 所以 我要說我們直接法律形式的情況 你如果要幫我阻撓我沒辦法 我用台灣官的法 台灣政府我就做出來 所以我跟你講 我們要做台灣政府的優先法 什麼法你知道嗎 台灣關係法 所以人家台灣關係法沒有要有費 原因就這樣子 因為你要做台灣政府的母法 拜託的是台灣官的法 你如果沒有台灣官的法 你這個台灣政府你做不起來 因為這家有說了 這家都有說了 他都跟你說 我如果要做台灣政府的時候 我一定要用台灣官的法 我才做給他 因為這是優先法 這是美國的特別優先法 就是台灣關係法 如果美國再來學會 我用台灣關係法要做台灣政府的時候 我用台灣官的法 沒有人會幫我阻擋 我只要照法律我就可以做台灣政府 如果照這樣來看的時候 那誰有權利來組台灣政府 我已經有講了 美國總統 跟國會 要命令台灣的美國軍事黨中 下去做台灣政府 那就是台灣的地理黨中 台灣政府 然後你只要遵守台灣關係法 你台灣政府就做得起來 他把怎麼組台灣政府的法律都寫在台灣 台灣關係法裡面 所以你說台灣關係法重不重要 重要 好重要 我們說第七條 該協會對在台美國公民所提供的服務 該協會得以授權在台灣上的雇員 一 充任管理員對任何人取得宣誓 效忠承諾 宣誓證書或書面證詞 並執行任何需要公證人的公證行為 或在美國境內執行以授權的外拉 這幾個月也很危險 你如果未來要做台灣政府的官員 你要在哪邊 你要在哪邊效忠 他已經有講得非常清楚 你要到AIT裡面效忠 向美國政府效忠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這裡面有講說 我們為什麼要進AIT 因為你記不記得 你要跟AIT簽的記憶 說你要向台灣政府 台灣的治理當局 美國軍事政府要跟他配合 我要向他效忠 我要當台灣官員 你知道意思嗎 這裡有講得很清楚 你的效忠承諾宣誓證書或書面證詞 你要跟他簽署官的法律 說我要給你簽 你麻煩給我台灣政府官員的聘書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我們台灣民政有這派學院 要由台灣政府裡面做效忠 所以我說我們一定要進AIT 原因是這樣子 因為我相信我都沒看到 他可以對我們取證 該協會得以授權在台上的僱員 充任管理員 manager 譬如說 證林子安 還是他本來叫林志生 他就是我們的管理員 什麼人排AIT 他對任何人取得宣誓 他要取得你的宣誓 受訓合格的證明 可以授權執行在美國境外領事館目的執行 安全而在美國執行的十種行動 就是我要說一件事 你 在執行相關的法律 就是說AIT代表美國政府在執行相關對台灣的法律 而且在美國法律下是有效的 因為你會記得AIT是一個民間機構 但是他這個台灣管理法 美國政府幫他習慣說你AIT所做的行為 頂於我美國法律習慣的 哇這很要緊 非常的要緊 等同美國法律 所以你如果在AIT這個民間機構所做的一些簽證 比如說我們要去培美國是不去做 我們是不去做美簽對吧 你都去AIT對吧 那AIT是一個民間機構他所授權的一些東西 一些像簽證 那更同是誰 是美國海關的移民局他們所做的一些簽證是一樣的 所以說很簡單你如果要去移民美國的時候 你都要去 或是說你要去美國投資的時候 你都要去做 你都要去AIT做面試 interview 那AIT的行為就等同什麼 很像美國的大使管 有沒有 但是它是民間機構 但是台灣官員來幫你規定說 你AIT所做的行為 上面好像我的外交行為 因為它給你簽證那是什麼行為 一般是領事館在做的 你知道嗎 你如果說去 比如說我們去那個什麼 要去 我們現在在中國 如果要去美國一樣我們要簽證 那簽證一般在中國那邊的時候 是由領事館會簽罰的 你背美國的簽證 你如果在香港也有 那個也要辦簽證 就是辦美簽啦 所以AIT具有 美國大使館的功能 它這個權力是誰賦予的 台灣關係法賦予它的 就是說的這條 所以我跟你說 AIT差不多等於大使館 就是美國的外交部門 所以我們還有一個什麼 外交委員會 我們有一個國防委員會 要派來台灣 還有一個外交委員會 它在說的就是這裡 它很像美國大使館的功能 AIT未來它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充任美國的大使館 所以我們有一個外交委員會 要派你去台灣 外交委員會 就是說你要對美簽證還是公明 所以我們有一個國防委員會 還有一個外交委員會 他也要進駐AIT 他裡面都有講 他在說的就是這裡的 這就是外交方便 所以AIT具有美國什麼大使館的功能 但是它是民間機構 你不覺得很奇怪 所以因為它是一個民間機構 所以又特別跟它規定 它具有大使館的功能 你看看它可以頒發 你看它可以頒布什麼 宣誓效忠承諾 宣誓證書或書面 書面相關的政治 然後它還可以什麼 被授權執行在 美國境外領事館的目的 所以你看 AIT具有什麼功能你知道 大使館的功能 他就把他寫在這裡 所以我們有一個外交委員會 那個國王授權 反正說 他說要進駐台灣對不對 有 那個是真的 那就是說的就是這條 那是台灣關聯的第七條 好 再來就是第八條 該協會的免稅協定 第八條 該協會的財產及收入均免受美國聯邦各州或地方稅務當局目前或事後一切課稅 你從AIT裡面是不用稅 雖然你是在哥倫比亞特區登記對不對 但是你免稅 這是一個AIT的破免條款 所以你未來台灣政府是一間公司對不對 你也不用對美國繳稅 不用繳稅 但是你要被他查詐 他裡面也有講 那個我 那是在後面 B 就1954年國內稅收法而言協會應被訴 這我就不知道 反正這些稅收的部分 這個應該是對我們比較沒有那麼要緊 這我不知道 這個我沒有研究 國內稅收法 應該是免稅 因為他前面已經講了 你就是 你不用課稅 應該是這樣子 那第九條 該協會提供財產及服務 以及從協會獨得之財產及服務 第九條 A 美國政府各部門可依總統所指 指定的條款及條件 出售借貸或租貸財產 包括利益在內給該協會 提供行政和技術資源和服務 公開協會執行業務 在本小節各政府部門提供上述之報 報銷應該列入政府部門現行可應用的預算 很簡單 就是說 我現在是AIT 我未來是台灣政府 因為我這個 台灣政府是美國政府開的 海外分公司 海外分公司 這是美國政府開的 特別法治下的公司 我現在說過這個案例 叫做荷蘭的東印度公司 荷蘭的東印度公司 所以我們台灣的地位 好像荷蘭的東印度公司 這是美國總統開的 所以我們是台灣東印度公司 台灣東印度公司 這是特別法治下的公司 那我沒有講一個問題 你既然是美國總統開的 比如說他可以 他美國政府 他可以把一些裝備 就是轉給你 然後跟你收費 比如說我說一個例 以前我記得好像 我們有跟美國 好像跟他有一個租借法案 我們要把美國做 我記得好像是 陽字號驅逐艦 什麼艦 好像海軍 包括我們的既得艦 我們台灣是不是有既得艦 那時候 我們要把美國採購相關裝備 我們說 我現在先幫你做 因為你要記得 我們現在中華民國台灣 這個跟 就是對美國沒有外交關係 對吧 我們不保持外交關係 我們是一個民間機構 民間單位 那 因為透過台灣關係法 第九條這裡面講的 我們 我們做 台灣政府 公司這邊 就要跟美國政府做 比如說我幫你做你的準 或是說我幫你借 我扶你 算說做金 我們可以跟他租 或是說 美國政府是因為老闆 我們的一些 土地 我們也可以做 美國的 那些什麼 國防保守 他的意思說 我們台灣跟 美國如果要用什麼樣的名字 我們可以借掉 但是你要付錢 你要幫我借 可以 甚至你要幫我買也可以 但是 拜託你 你要付錢 他主要說 他主要說的 意思就是說 我們兩個是獨立的單位 雖然說 你 台灣政府是我 美國政府開的 沒不對 但是 你要使用者付費 你要用什麼東西 你要自己付錢 好像說 美國一個 貴基 是這樣 我是爸爸 你雖然是我生的 但是 因為你大小的 生年 你現在已經處理 獨立的問題 你現在 你這個 兒子回家 我老闆這間 家裡 你要使用什麼東西 我會開帳單給你 你知道 我會開帳單 你兒子 這禮拜在這裡 我給你吃百里 我開帳單給你 你付錢 那是同樣的意思 這是 美國的文化 他沒有說 你兒子二十歲 斷了 你斷了 你斷了 你回來吃爸爸媽媽的 這樣都吃便宜 我一世人都吃便宜 沒什麼事情 美國規定說 你如果生年了 你這個兒子斷了 你所有開銷 你自己要付錢 甚至爸爸媽媽開帳單給你 也是應該的 因為你已經獨立成人了 你應該自己去 想辦法 你所有的一切 你要為自己負責 你包括你花的東西 你要 你要花什麼名 你要自己付錢 人家這樣說是對的 他就跟中國文化不同 中國文化有什麼 賴家王老母 你吃到三十幾月四十歲 你還要把老婆老母吃 你賺 你賺都賺你的 吃都吃老婆老母 我覺得作業老婆老母到水小 他說的意思就是這個 說很簡單 你會你開錢 我會我從他開錢 我們兩個平等對待 他這個講的也非常的對 B 美國政府各部門 得依總統指定的條款及條件 獲得該協會的服務 一樣 這跟上面講的一樣 當總統認為 為了促進實施本法案的中職 與有必要時 可由總統指定執行命令 使政府各部門獲得上述協會的採購服務 而不顧政府部門通常方式獲得上述服務時所應使用法 很簡單 總統有權利 譬如說你台灣很緊急的時候 你需要一批封 譬如說你現在台灣 台灣需要什麼樣的裝備 還是需要很結實的東西 你現在台灣就需要 你可以透過我總統的行政命令 我直接想給你 我不用在那邊邊理算 我都不用邊理算 我直接想給你 我們要錢 我們後面再算可以 你知道 所以你說的這件事就是 總統對台灣有特別處分的行政權 跟財良權 美國總統對管理 譬如說 你現在台灣非常緊急的時候 你如果在戰爭和阿強去敲擊的時候 你現在台灣欺負什麼裝備 你跟我說 你不用經過採購預算 我直接在國務部裡面我轉給你 我叫第七艦隊把裝備直接放在台灣 給你使用 我心裡說 你現在有 飛行員對不對 但是你的飛行員現在有問題 很簡單 我美國擲100隻飛行機來台灣 我直接透過我總統的行政命令我都請 我特別 我做給你 我先讓你贏也沒關係 我這是總統的裁量權 所以我說 美國總統對我們台灣的管理很大 他有那個裁量權 他都繞過所有的法律 直接送給你 你台灣緊急我送給你 你的飛行員一千顆你沒有對不對 我現在說沒有你扣門打開 你給我送去台灣 可以啊 可以啊 現在你說的就是這樣 總統的那個power 美國總統就是川普 他有說你台灣需要什麼 真的很緊急 你都來不及採購 我一條新聞給你 對啦 比如說你現在台灣需要核彈對不對 那 阿強要幫你打對不對 你不把他採 二十顆核彈給他送去台灣 你不就簽一個行政命令 國會通過之後就送 所以你台灣隨時可以有核彈啦 幹的 你是說你阿強要300顆 我叫美國英 你也同樣用300顆來台灣 你知道意思嗎 可以嗎 可以啊 這個美國總統都說的 這看你多大量 哇 你如果看到這條你就要用 你的求生的法寶 你如果萬一人要給你 告訴你 說要用元主大 你說你元主大你也有 我沒有 我阿爸有 阿爸 卡電了阿爸 阿爸你幫我用300顆核彈 來我們台南的基調 真正你知道嗎 我記得好像七八年前 那有一件路線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他們 美國好像在關島那邊 說 有一批的 裝備說 把他 嚇到台灣 結果說嚇不到 我 我覺得是故意的 你知道嚇什麼 你知道嗎 核彈頭 蛤 核彈頭 把他嚇到台灣 結果 你知道嗎 結果 人 他們 美國 美國 管道 民 做 整個擴充的時候 嚇到 整個核彈頭 怎麼沒有去 你嚇到 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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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的基調 臺南的 空間基力 結果 美國 派專機 直接飛來台灣 把我們的 核彈頭 載回 管道 你應該要聽過這個消息 他 你說的就是 我們台灣 隨時都會有核彈 如果美國總統跟軍事政府 你簽下 我告訴你台灣 雖然有300顆核彈 我也沒話說 所以台灣有需要發展核武 你叫台灣管理 你隨時有300顆核彈頭 原來在台灣 但是美軍你控制 你知道意思嗎 你怎麼會有法論 臺灣管理要搶多少個核彈頭 所以我也說到這個 你跟台灣管理好好研究 你裡面好多東西 我今天說的是只有一部分 我沒辦法全跟你說 我是說一些雷讓你聽說 他可以這樣做 所以你看臺灣管理要搶多少個核彈頭 你對法律 你要非常緊張 你這樣都可以 是 以本法案美國政府任何各部門 提供經費給該協會 應和該協會達成安排 讓美國政府主記長得以使用 該協會的帳策級紀錄 並有機會審計該協會的營運 同樣 我們 美國載的協會相關的帳戶 你也要給 美國政府那邊的什麼 主記長 美國政府的主記長可以幫你查帳 什麼樣的原因你知道嗎 因為你台灣政府是我 美國政府選的 我美國總統開的 所以你一樣 你這個臺灣政府跟AIT 你要接受我 美國政府主記長的查帳 我們要幫你查 你怎麼查 你聽到嗎 所以我告訴你 我們這句話 證明什麼 你看 讓美國政府主記長得以使用 該協會的帳策級紀錄 告訴你 這也告訴你 為什麼美國政府的主記長 他可以查你 台灣政府的帳戶 因為你台灣政府是 美國政府在開的海外分公司 我要查子公司的帳 可不可以 我母公司要查子公司的帳 可不可以 可以你要讓他查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我跟你說 我們這 這句話就跟我們說 我們台灣政府 什麼人開的 美國總統 美國總統開的 就是美國政府開的 這是真的 把你寫在這裡 讓美國政府主記長 可以使用該協會的帳策級紀錄 講得很明白 所以你看看這個 我們今天講到這裡 台灣關係法 456789 哇 講得好多好多重要 美國台灣關係法 對台灣 你包括 AIT相關法律的使用 放很多技術在那裡 我說的只是一部分而已 我沒有辦法全部跟你講 因為我還沒有進到AIT 我不是AIT了 我對一種名字 我還看得到 所以你看看 台灣關係法 裡面跟你說多少事情 哇 你拜託你好好研究 人家把所有的名字都寫在裡面 這個是我重新翻譯過的 我那天 因為我這 上禮拜 我上禮拜 我翻譯到 禮拜二 每天我就要翻譯給他看 看這個台灣關係 我翻譯之後我就看 看說裡面就有 唱什麼歌詞 我翻譯之後 哇 唱到很多名字 我告訴你 你一定要看我的版本 因為你如果看 美國再來協會 那個中文版本的 台灣關係法不會準 我的這個是重新翻譯過的 你現在看 我今天跟你說的 這是我重新翻譯過的 這個 準確率超過1995 我的中文版本比較準 因為我看英文 我還給他翻譯做中文 這樣他的準確率很高 好 今天我們到這裡 你給台灣官員 你真的要好一點 他藏很多東西在裡面 所以你不要對台灣關係法 有任何的誤解 台灣關係法真的很好 我整個研究之後 哇 我們現在台灣的時路 在台灣關係法 我們今天講到這裡 謝謝各位